第1386章斩杀罗明号 一剑落下 神兮暴碎 一道巨大的剑影 化作长达万丈的一轮弯月 对住下方斩落 月牙一开始只有万丈 可是随着龙城的斩出 光芒暴涨 月牙急速扩大 一条线上的罗明号 和那血沙殿的血沙九号 都被笼罩 所有人都一脸惊骇地看住 虚空之上 急速斩下的月牙之刃 这一击令酒消轰鸣 天地变色 如巨神之刃 斩落骄阳 罗明号和血沙九号脸色大变 罗明号双手急速结印 同时口中有神音发出 眉心裂开 竟然有道道神文浮现 将之包裹 血沙九号此时已经被开天的神威 紧紧锁定 根本无法逃顿 一咬牙 手中多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龟甲 那龟甲通体银白如玉 就像是一件饰品 可是随着血沙九号灵源的输入 那龟甲一瞬间暴涨百丈 周身泛起荧光 混沌之气流转 将它保护起来 那龟甲竟然是强大的阻气 最让人吃惊的是 血沙九号 竟然可以催动它 轰 月牙之刃 带着龙龙神鹰和刺眼的霞光 狠狠斩在大地之上 大地被一瞬间切成两半 一条深沟 延续到人们视野的尽头 连玄天道宗的护山大阵 都被龙城一剑展开 恐怖的剑气 直奔玄天道宗展来 不过玄天塔之上神光流转 将那道攻击给挡住了 一剑之力 恐怖如斯 这一剑 不论敌我 全部都被吓呆了 这一击 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范围 就连柳仓和塔斯大人 也都一脸惊骇之色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他们绝不相信 龙城竟然能够使出 如此恐怖的一招 这一招 如果没有阻气级的防护 即使是命心境强者 全力抵挡 也只有被秒杀的命 而那些与玄天道宗敌对的 命心境强者们 更是吓得面如土色 他们庆幸 那一剑没有斩向他们 否则他们不知道 能不能在这一剑之下活下来 龙城一剑斩出 整个人彷復脱离了一般 疯狂喘息 这一剑耗尽了他所有的力量 嗡 陡然间一道光影 从漫天烟尘之中击射而出 那是罗明浩的灵魂 我看你往哪里逃 龙城大手一伸 手臂之上雷龙的图案亮起 就要出手 噗 可是没等龙城出手 一道紫色的灵魂之剑飞过 一瞬间洞窜了 罗明浩的灵魂 不 罗明浩即使在祖灵庇佑之下 肉身依旧被毁 只剩下灵魂 如今被那灵魂之剑穿过 灵魂之剑上附带的恐怖力量 令他的灵魂急速溃散 历刃割体愈合快 恶言伤人恨不消 下辈子 记得口下积德吧 孟奇遇守在胸前 依旧保持着结印的架势 阴唇清奇 很显然 罗明浩当初为了挑战龙城 又指明道姓挑战他 说了很多极为难听至极的话 当时为了掩护龙城 所有人既不能出战 也不能吭声 对于罗明浩的毒蛇 即使是生性甜淡的孟奇 也起了必杀之心 他是魂修 在这里没有人比他更精通 灭杀神魂的技巧 故而早就做好了准备 罗明浩的灵魂刚跑出来 就被孟奇灭杀 毕竟罗明浩只是玄丹镜弟子 灵魂虽然强大 但是灵魂毕竟是灵魂 还没有凝炼成元神 极为脆弱 惨叫声中 灵魂已经缓缓消散 一带天骄 就这么陨落了 轰 就在这时 一道巨大的锋刃 破开虚空 展向无尽尘埃的战场之中 落在巨大的白色龟甲之上 赫然是唐婉儿出手了 如今唐婉儿已经进阶 玄丹四重天 乃是一位玄丹镜中气的强者了 这一击极为恐怖 砰 那白色龟甲矩阻震 他后面的血沙九号 本来已经全身军裂 重伤垂死 即使有阻气 他也无法彻底发挥阻气的威力 差点也被震碎 而如今唐婉儿的一击 令他鲜血狂喷 全身军裂 如果再挨上一下 浑身立刻就会暴碎 嗡 陡然间血沙九号浑身鲜血 激设在白色龟甲之上 银白的龟甲 被一瞬间染红 陡然间急速旋转起来 虚空在他高速旋转下 竟然形成了一个空间之门 不好 这混蛋要逃 果然大叫 手中巨弩颤动 一道乌光飞出 巨大的箭矢狠狠撞在龟甲之上 可惜箭矢暴碎 却无法撼动那龟甲分毫 与此同时 孟琪 唐婉儿 花石鱼等人也全部出手了 可是面对阻气 他们的攻击都起不到半点作用 只见那龟甲之上 浮现道道光幕 竟然将血沙九号一起包裹 空间剧烈震荡 龙臣双手结印 手臂之上雷龙和火龙的图案已经亮起 龙臣双眼紧紧盯住血沙九号 但是最终他还是缓缓将手松开了 龙臣 恭喜你躲过了我的刺杀 你是幸运的 但你也是不幸的 在杀神的指引下 死亡是你唯一的归宿 你就慢慢地等待死亡的降临吧 血沙九号全身是血 但是眼眸之中依旧冰冷 不失杀手本色 别避避了 你在我眼中 不过是一个小角色 今天杀你 还是改天杀你 都不要紧捡回一条小命 你应该珍惜 你再避避下去 万一触怒了 玄天塔 你就算有一万条命 也都得留在这里 龙臣淡淡地到 龙臣如果发动双龙破天 龙臣有九成把握 可以灭杀血沙九号 虽然他现在凌缘枯竭 但是光凭雷龙和火龙的力量 依旧足以灭杀他 但是龙臣最后选择放弃 他的顾虑有两个 一个是怕暴露焚天之焰 这样太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而另外一个 现在的火龙和雷龙 力量暴涨到 连龙臣都要震惊的地步 龙臣都不知道 一旦释放两个家伙出来 会造成什么恐怖的局面 龙血军团虽然站得比较远 但是龙臣不敢保证 会不会波及到他们 因为实力暴涨的雷龙和火龙 他们根本无法掌控自己的力量 他们只知道尽情地释放 所以龙臣犹豫了很久 最后还是选择放弃 龙臣不杀血杀九号 玄天塔更不屑于去杀他了 玄天塔身为神器 有自己的尊严 不会参与这种小辈的争斗 除非有人挑衅玄天道宗 挑衅玄天塔 否则他轻易不会出手的 我说的是实话而已 我这条命是伟大的杀神赋予的 死亡 对我来说 不过是回归神的怀抱 血杀九号 周身被神福包裹 脸上却没有一点拘异 这话说得好 既然你们这么敬爱你们的神 我就行行好 把你们都送到你们的神明那里去 希望你们的神手臂够长 不然去的人太多了 抱不过来龙臣道 对于被洗脑的家伙 龙臣也懒得说太多 这些人已经不是人了 他们的脑子已经不懂得思考 只知道服从 所以对于血杀殿的杀手 龙臣杀多少 都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因为他们就是一群 没有情感的杀人机器 亵渎神明 你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无尽的恐惧中忏悔 属你犯下的罪孽 血杀九号冰冷的脸上 带着无尽的怒戎 力声喝倒 你满的 给脸不要脸是不 龙臣大怒 差点就什么也不管 去使用双龙破天 问 就在这时 那龟甲之上血色浮纹震荡 带着血杀九号 一下子消失在了众人面前 九品天行者真实难杀 底牌无数 气韵加深 弄来弄去 最终还是跑了一个 不过收获一枚九品天道果 也不算白忙活 龙臣从虚空之中 缓缓落下 这时孟奇 唐婉儿等人已经迎了上来 孟奇和唐婉儿扶着龙臣 此时的龙臣真的是脱离了 再也不是装的 但尽管如此 龙臣连续激战两位九品天行者 更将其中一人斩杀 即使虚弱的龙臣 依旧给人如山一般的压力 龙臣你如此残暴 诸杀正道同僚 你良心何在 你们玄天道宗这是打算 自立门户 判出正道吗 命心境强者们 有人义正言辞地叫喊道 龙臣被孟奇和唐婉儿扶着 冷冷地扫射了那群 命心境强者们一眼 冷笑道 同僚 你特么在讲冷笑话吗 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同僚 该做的吗 我们的本意是互助切磋 共同进步 而你 腊手杀人 其心可诛 人群之中 另外一个命心境强者叫道 你们当我们跟你们一样白痴吗 你们在我玄天道宗外围 不知窥明法阵 监视我玄天道宗的一举一动 不要告诉我 你们这也是切磋互助龙臣不屑的道 龙臣回来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玄天道宗外围不知的法阵 这才是龙臣最为愤怒的地方 这个法阵的建立 他们可以透过法阵 窥视到玄天道宗内的一举一动 虽然法阵不在玄天道宗领地内 但这已经是一种挑衅 一种羞辱 他们玩的套路 表面上并没有触犯玄天道宗的利益 但是如果玄天道宗忍让了 用不了多久 玄天道宗四面八方 都会布置成各种法阵 就像一盘象棋一样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将军 老子现在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你们也不要揣着明白 跟老子装糊涂 现在赶紧滚蛋 否则 就永远都不用回去了龙臣冷哼一声 嗡 陡然间 玄天道宗内 一道金光积舍而出 划过虚空 直奔远方飞去 第1387张 那个方向是 有强者惊骇 轰 大地猛的一颤 在极远的地方 升起了一道巨大的蘑菇云 因为太过遥远 先感到大地震动 后来才听到声音 窥鸣法阵被灭了 有人颤声道 那个方向 正是窥鸣法阵的方向 很显然 玄天塔发威 将窥鸣法阵摧毁了 你们这群白痴 连这个情势都看不懂 还在这里推波助澜 继续抱单鼓的大腿 平时我们跟你们讲道理 你们跟我玩套路 我跟你们玩套路 你们就跟我耍无赖 现在老子打开天窗 说亮话 老子以后 不会跟你们这群白痴讲道理 不管是谁 不服来战 我玄天道宗上下 上到玄主 下到弟子杂役 我们的血都是热的 我们的脊量是直的 谁想要我们一头 就拿命来填 话已至此 多说无意滚 龙臣口中的最后一个滚字 蕴含了无尽的沙 亦 如惊雷暴响 风云变色 那是一种无敌意志 令人心颤 滚 滚 滚 随着龙臣的怒吼 龙血战士 道宗弟子 最后玄天道宗内门外门所有人 都发出一声震天怒吼 声浪滚滚 直入云霄 这是一种无可抵挡的气场 凝聚了玄天道宗所有人的意志 更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呐喊 这种凝聚力 恐怕只有龙臣才能做到了 玄天塔上李天玄不禁感慨道 可不是吗 连我这种老头子 都有一种热血上用 想要跟住那喊的冲动 柳仓不禁苦笑 因为随着龙臣的怒吼 在那一瞬间 他们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影响 既然有一种热血沸腾 想要纵横沙场的冲动 所以不光柳仓苦笑 就连塔斯大人也不禁摇头 古板如他 也有那种感觉 更何况那些年轻弟子了 他们也彻底明白 为什么龙血军团 所有战士如此团结 死心塌地地追随龙臣 因为龙臣 天生就带着 让人愿意为其笑死的魅力 以前玄天道宗的弟子 并不团结 是龙臣不停地创造奇迹 令玄天道宗声名确起 重铸辉煌 在东玄域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任何的一个宗门弟子 实际上都有一种归属感和自豪感 以前玄天道宗碌碌无为 人心就像是一盘散沙 而龙臣的出现 将所有人的心都凝聚到了一起 李天玄发现 自从上次魔灵山一战 龙臣立刻携到天骄鬼言 玄天道宗上上下下 所有人的凝聚力 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几次外人想要渗透玄天道宗 煽动道宗弟子 许以重金 依旧无法动摇弟子们的决心 甚至他们连一个杂役都挖不走 李天玄知道 他们之所以如此坚定留在玄天道宗 那是因为龙臣 现在的龙臣 已经是玄天道宗所有人心中的偶像 神明一般的存在 他们都相信 只要有龙臣在 玄天道宗就会一路辉煌 他们身为龙臣的同门 那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所以之前 有人为难杂役弟子 那些弟子都不吭声 但是有人侮辱龙臣 他们就算死也要捍卫龙臣的威名 在玄天道宗数千万人的怒吼下 那些命心境强者脸色发白 最后还是灰溜溜地走了 他们感受到了恐惧 一个人的力量再强 也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 整个宗门上下一心 再坚固的堡垒 都可以从内部击溃 而像玄天道宗 拥有如此可怕的凝聚 就不同了 这次 他们也彻底看到了 玄天道宗的态度 龙臣在玄天道宗 已经拥有不次于李天玄的地位 与龙臣为敌 就是与整个玄天道宗为敌 想要离间 那根本不可能了 见那些命心境强者 在他们的呼喝之中 灰溜溜地走个金光 玄天道宗所有弟子 再次发出震天欢呼 这是一场属于所有人的胜利 龙臣返回玄天道宗 所有弟子已经列队欢呼 龙臣如众星捧月一般 走上玄天道宗 所有弟子声音都喊得嘶哑了 毛子之中全是狂热之色 之前李天玄瞒住了所有人 玄天道宗上下 没有一个人不为龙臣担心的 尤其玄天道宗四处求要 外界挑衅闭门不理 让整个玄天道宗蒙上了一层阴云 而今天龙臣强势回归 栗战两大爵士天骄 更将其中一人斩杀 一下子令无数人兴奋地 不知道做什么好了 他们只知道疯狂地呼喊 来发泄心中激动的心情 看中那些弟子狂热的神情 孟奇和唐婉儿的脸上 浮现无尽的自豪 那个被封为神明一般的男人 就是他们的爱人 龙臣一路上对这些弟子们挥手致意 同时心中也无比感动 其实这个世界上 没有绝对的好人 也没有绝对的坏人 每个人心中都有阴暗的一面 只不过有些人能够压制 有些人不能 最可怕的是 被阴暗的一面侵蚀的人 他们不知道自己被侵蚀了 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都是理所当然的 做了邪恶的事 也不会产生任何罪恶感 当初龙臣到玄天道宗的时候 非常讨厌这里的人 每天都在勾心斗角 阴谋算计 但今天 他的九星霸体诀 能够感受到所有人心中的情感 那是一种对他的信任和期望 或许只有信任 才会产生信仰 人有了信仰之后 就会得到一种引导 没有信仰的人 就会没有底线 容易受到各种诱惑 无下线的沉沦 很可怕 但是如果信仰是错的 是偏执的 人就会变成偏执的疯子 更可怕 健康的信仰 会让人心存感恩 心存敬畏 令人生活愉悦 精神富足 让人容易生出好感 就例如九神宫的弟子 他们信仰的是九神 九道极天道 与世无争 逍遥自在 再如华云宗的弟子 信仰的是财富之神 伤道极天道 以财博令人富足 不忍记挨饿 不受病痛之苦 一切靠经营为生 与人为善 帮助更多的穷人 两者间一入世 一出世 但是殊途同归 最终追求的 还是精神上的富足 将快乐分享给他人 但是邪道和血沙殿 就不同了 邪道信奉弱肉强食 弱者就是来做食物的 强者可以自以杀戮 这是悟尽天则的天道 血沙殿也差不多 他们精通刺杀之道 认为世间之人皆有罪 皆可杀 死亡可以削减罪孽 他们是杀戮之神的仆人 代神执法 实际上每一种信仰 都是有道理的 都是追求天道的路径 但天道之路 人道危机 天人本一体 否则人的修行 就不会从自身演化 更不会有聚气 凝血 易经 断骨 通脉的后天之力 踏足先天的演化 既然是演化 那么就应该万变不离踪 变化的不过是形式 而不是本性 透过修行 就会变得越强大 但是力量有多么强大 术法有多么精通 站在什么样的高度 本质的东西 是不应该变的 例如 人最该珍惜的亲情 友谊 爱情 做人的基础 谦卑 正义 执着 勇敢等等 但是很多人 拥有了强大的武力 掌控一方世界后 就开始变得欲望膨胀 变得偏执和自大 就好像历代帝王 每一个朝代 鉴于明君之手 却毁于暴君之下 那就是因为太过自信 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神 结果最终所有基业 都毁于一旦 没有人道 何来天道 做人都做不明白 又怎么修天道 所以龙臣不信任何神明 有些信仰是错的 他不会信 有些信仰是正确的 但是不适合他 他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 龙臣 干得漂亮 当龙臣一路走上那门广场时 李天玄 柳仓和塔斯大人 已经站在广场中央了 谢谢玄主大人夸奖 您要是能多夸几个时辰 弟子就更开心了龙臣行李道 不过脸上却笑嘻嘻的 没有一点礼数的模样 或许整个玄天道宗 只有龙臣敢这么跟玄主大人说话了 不过玄主大人倒是已经习惯了 这小子天不怕地不怕 这么肆无忌惮地说话 反而感觉亲切 说明龙臣 真的把他当长辈来看 而不是当成掌门 后者是一种职位称呼 前者是一种亲情 更让人舒服 玄主大人微笑着点点头 让所有弟子回去暂时休息 与龙臣单独来到了玄天塔的最顶端 玄主大人看住龙臣 点点头 不错 诅咒已经消失 看来大范天经第二步 你已经得到了听说 你这次把蛋糕给折腾够呛 龙三爷大鸣轰动 整个世界 让我来听听一个精彩的故事吧 这个 其实也没啥 瞎折腾而已 这个 还是不说了吧 龙臣有些腼腆的道 不过嘴上说不说 手已经开始比划了 第1388章 玄天塔的警告 听着龙臣的叙述 即使是以李天玄的镇定 也不经听得心惊肉跳 虽然关于丹谷的事情 他已经打听到了一些 但是外面的描述 虽增加了无数的想象力 但是跟实际情况相比 依旧少了太多的惊心动魄 大范天和洛天叶 乃是丹高供奉的两位神明 大范天号称是火焰掌控之神 而洛天叶则是诸炉之神 火焰和丹炉 是炼丹必备的两种力量 传闻丹谷的一切 都是这两位神明留下的传承 那丹谷谷主镇压摩罗一族的怪物 显然动用了神明的力量 丹谷果然深不可测 李天玄听完龙臣的讲述 不禁感叹道 因为龙臣不光有语言描述 很多战斗时的精彩画面 都被龙臣用流影域记录了下来 当李天玄看到 那摩罗一族的怪物时 也被吓了一跳 那怪物太恐怖了 龙臣能活住 也是运气逆天了 两个家伙 一个传承火焰之术 一个传承铸骑之术 那炼丹之术又是怎么来的 龙臣不禁问道 你这个在丹谷混了这么久的人 都不知道其中缘故 我又怎么知道 李天玄不禁笑道 实际上 我在丹谷里翻阅了无数点击 但是关于这两个家伙 和一些丹谷历史秘星 一点都没看到龙臣有些无奈的道 或许是龙臣的资格不够 还无法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东西 如果不是李天玄开口 他都不知道 大饭天和洛天叶的来历 感情洛天叶就是一个专门铸就炼丹之气的 难怪他的雕像的手中都拿着一口丹炉 不过 大饭天就厉害了 掌控火焰之术 都是他的传承 可惜龙臣在丹高时间太短了 没有偷学到真正的本领 当初羽屈大江 丹燕雪 唐东泽 将子骏击战之时 他们使用了很多战绩 威力恐怖 龙臣根本见都没见过 很显然 龙臣接触的火焰术法 不过是皮毛而已 选主大人 您说那摩罗遗族的怪物 口口声声说 大饭天是欺师灭祖的叛徒 利用了他们摩罗遗族 这应该是怎么一回事 龙臣问道 对于这件事 龙臣始终不明白 他想听听李天玄的意见 对于这位玄主大人的智慧 龙臣一向佩服的五体投地 关于神明的事情 你们最好不要讨论 免得招惹因果 李天玄还没等开口 空中响起了玄天塔的声音 让龙臣心头一领 龙臣 你这次当古之行 看上去非常顺利 实际上 你已经沾染了因果 你需要注意了 但凡跟神明扯上因果 最终清算的时候 都会在天结中找回来 玄天塔道 不会吧 龙臣脸一下子就变了 我并没有威言耸听 人与神之间 有天道隔阂 人不可妄论神明 否则沾染因果之下 你下次渡劫之时 将会降下神雷 再强大的凡人 也无法承受神雷 哪怕是一丝 也会令你飞灰烟灭 不光是你 就算是天玄 你也一样 你已经到了命星巅峰 触摸名道 如果触及因果 等你渡劫时 白死无声 玄天塔的声音 极为严肃地道 神雷 龙臣心里咯噔一下子 完了完了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下次的雷劫 要彻底报废了 当听到神雷这两个字时 龙臣心中一阵悸动 那是九星霸体诀 传来的危险感知 这说明 这神雷龙臣恐怕 必然要接触了 本来玄天塔是好意 让他不要谈及神明 以免被天道捕捉 而如今 已经晚了 龙臣感觉天道 已经把他得记录在岸 就等着秋后出展了 玄主大人 弟子有一事相求 龙臣忽然一咬牙 手中多出了一块龙形玉佩道 弟子想知道 您知道这块玉佩的来历吗 久闻镇魂玉 一不对 这龙形乃是 李天玄看住紫色玉佩 忽然脸色一变 来历 我们知道 但是现在的你 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等你到了那的层面 自然就会知道了 玄天塔再次开口 打断了李天玄的话 李天玄的脸上 浮现一抹惊疑不定的神色 不过没有说话 缓缓将玉佩交给龙臣 龙臣 这玉佩的来头 比你想象中还要复杂 这是一枚召唤传送玉 你最好不要使用 至于为什么 你自己想一下就明白了 玄天塔道 龙臣心头狂震 好像玄天塔已经明白了什么 这是在提醒他 多谢玄天前辈指点 弟子先告退了 龙臣知道 多问也没什么意义 钱翠离开了 看住龙臣离去的背影 李天玄的脸上 浮现出前所未有的凝重 当初柳仓说过 龙臣有一枚九文正魂语 我当时并没有太过在意 以为龙臣或许是某个强大家族流落的天才 但是今天 我才注意到 那龙形 玉佩 并不是鸾龙图案 而是盘龙图案 这可是那的存在特有的标志啊 李天玄叹了口气道 没什么好奇怪的 当初他在东荒 利用轮回湖 推算自己身世之时 我就知道他的来历了 玄天塔道 那您为什么不提醒我 李天玄有些埋怨地道 为什么要提醒你 就算知道龙臣的身份 你会改变你的主意吗 玄天塔反问 这个 好像不能李天玄犹豫了一下 那不就结了 不管龙臣是什么身份 你都会把一切都压在他的身上 何况 我很看好你玄天塔道 多谢前辈支持 李天玄有些感动的道 如果不是有玄天塔支持 他真的不敢如此放开手脚地折腾 他怕老头子出关后 会杀了他 现在他有了一个大靠山 我必须支持你了 因为天到天机已经开始混乱 天地不明 乾坤不定气运正逐渐形成 混沌之势 天交并起 短短百多年 就进入盛世辉煌 实际上 这是绝世浩劫的征兆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兆 玄天塔道 这么严重 李天玄震惊地道 虽然他也感觉到了天地发生了一变 但是天道循环周而复始 树木枯荣 兴衰交替 再正常不过 可是玄天塔的话就有些吓人了 但是以李天玄对于玄天塔的了解 他的话 绝对不会是威严耸听的 没有最严重 只有更严重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仙谷大战 但是我有预感 这一场浩劫 恐怕不会比仙谷大战差 玄天塔道 李天玄心中凛然 传说当初的天舞大陆 平均分为五份 东荒 西末 南海 北原和中洲的面积都是同等的 据说那个时代是天舞大陆极为辉煌的时代 万道征荣 仙神横行 但不知道为什么 经历过一场恐怖的大战之后 天塌地陷 大陆被打得变形 成了如今的模样 听说天舞五大神器其初 但是对手是谁 到现在一直都说法不一 有人说是妖怪 有人说是魔鬼 也有说是神明 总之时代过于久远 很多东西已经无从考证了 那次仙谷大战 差点断绝了整个大陆的传承 而仙谷大战之前的岁月 被称为仙谷时代 因为那个时代 传闻有仙有神 后来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天舞大陆又逐渐恢复了生机 虽然无法恢复到 仙谷时代的辉煌 但是也出现了百家争鸣 天骄备出的景象 玄天道宗 开天战宗 镇天法宗等一切宗门 都是那个时代崛起的 那是仙谷时代后 又一个辉煌的时代 但就在那个辉煌时代 达到顶峰之际 一场浩劫突然降临 无数异界强者 破开空间壁垒 杀入天舞大陆 天舞大陆的强者们 奋起抵抗 在大地级强者的带领下 与异界生灵决战 那一场大战 惨烈至极 尸骨如山 血流成河 杀得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虽然那一场大战 一直厮杀数万年 最终天舞大陆胜利了 但是整个大陆的强者 几乎都陨落了 不少当时极为强大的宗门 都覆灭了 彻底断绝了传承 而有些宗门 即使依靠强大的底蕴 存活了下来 但是很多传承都消失了 那个漫长的血色岁月 被称为大黑暗时代 而在大黑暗时代 玄天塔已经看到了结局 所以任由李天玄 随心所欲地折腾 你也不用有压力 如果这个世界真要毁灭 就说明气数已尽 再努力 也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天舞大陆气数仍在 必然会有艺术出现 拯救天下 苍生 而如今 天舞大陆天机混乱 混沌一片 就说明 天舞大陆 也在为自己的命运 做最后一搏 这时候 天交汇 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 天舞大陆如此恐怖的爆发 未来数年内 竟会有无尽的妖孽级强者崛起 即进入百花齐放的时代 至于这些妖孽级强者 能否改变天舞大陆的命运 最终还是看天意了 所以说 天玄 不要有任何压力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是玄天道宗的最后一搏 也是天舞大陆的最后一搏 玄天塔的声音 在李天玄的耳中回荡 李天玄点点头 之前的担忧一扫而空 反而变得更加轻松了 第1389章准备筑器 玄天道宗山门前 龙辰力战罗明号 更是在血沙九号出手的同时 大发神威 两大天骄一死一伤 一下子轰动了整个东玄域 龙辰中了邪道的幽魂血咒 非但没有死 还晋升到了玄丹境 战斗力狂飙 以一敌二 依旧完胜 如果不是血沙九号 有阻气护体 也逃脱不掉被斩杀的命运 换成了保守派的强者镇守 结果这群人吃了一个大大的闭门羹 人家鸟都没鸟他们 连一颗丹药都没补偿给他们 更别说为他们出头了 这一下 这些宗门强者们傻眼了 上次丹谷出手阔绰 但是这次就是铁攻击一只 一毛不拔了 那些宗门强者 只能忍气吞声返回各自的宗门 因为他妈得到了一个事实 丹谷已经变天了 实际上因为龙三爷的缘故 激进派算是彻底被镇压了 虽然谷主说了 等出关了 再收拾他们 但他们已经是戴罪之身 哪里还敢上窜下跳了 都老实在丹谷里等住呢 虽然他们知道 谷主基本上不会杀他们 但是出了这么大的事 不死也得脱层皮 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更无法顾及他人了 随着丹谷掩齐西谷 整个东悬域一片哗然 如今的玄天道宗太霸道了 谁的账都不买 龙晨一次斩杀了这么多人 既然没人敢上门问责 就连谷族远古施加联盟 都没有发出任何声明 更没有征讨玄天道宗的迹象 很显然 玄天道宗的态度 已经十分明显了 我就要崛起 但凡有人敢阻挡 他们崛起的脚步 就会被视为死敌 如今就连丹谷都退缩了 以丹谷的实力 都不愿意招惹玄天道宗 很显然 即使他们有能力 覆灭玄天道宗 也会在玄天道宗的 拼死反扑下 大伤元气 他们不想这么做 尤其是在龙三爷 将丹谷折腾的 半废的情况下 更不想对付玄天道宗了 丹谷不想动 不管是古族 还是远古十家联盟 他们的势力 虽然庞大 但是心未必那么齐 没有好处 谁也不愿意冒险 现在的玄天道宗 就像是个疯子 不管是谁对付他 都会遭到最疯狂 最猛烈的袭杀 有玄天塔和轮回境威慑 没人敢冒险 最重要的是 就算覆灭了玄天道宗 又能如何 没有足够的利益 是无法把所有人 集合在一起的 战争需要目的 有了目的 任何借口都可以找 可是没有利益 没有人愿意啃 玄天道宗这个硬骨头 关键是他们 没这么好的压口 虽然玄天道宗 已经没落了 但是有轮回境 和玄天塔 这两件神器在 无人敢妄动 这就是抵御 而那些因为 当初华云宗的介入 而采取观望态度的宗门 就开始暗自庆幸了 他们在权衡利弊之后 最后选择谁也不得罪 而是静静地 观看事态的发展 正因为他们的 谨小甚微 拯救了他们的 年轻一代 不然在那种 恐怖的战斗下 他们的弟子 也必死无疑 玄天道宗山门前的大战 被人以流影域 记录下来 很快在整个 东玄域扩散开来 人们终于 见识到了龙城的恐怖 有人断言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对手 不出十年 玄天道宗将会成为 东玄域最强宗门 没有之一这一说 但是也有人 一肚子的疑惑 龙城那天 不是从玄天道宗内出来的 而是从外面回来的 很快 有人就猜到了 原来龙城早就不在 玄天道宗了 玄天道宗固步一阵 不过是迷惑所有人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那么龙城这段时间 干嘛去了 是谁帮他去除了诅咒 就在人们疑惑之际 大下谷国内 传来消息 有人在九神宫里 见过龙城 这个消息一传出 所有人都一下子恍然大悟 龙城跟九神宫关系密切 最后竟然向九神宫求助了 同时大家也想通了 龙城的诅咒一定十分严重 就连玄天塔都无法压制 而九神宫能够帮龙城 驱除诅咒的 恐怕也只有一个人了 那就是九神宫大祭司 九神宫大祭司的地位 何等尊崇 与丹谷谷主相当 自然不会亲自来 玄天道宗给龙城驱除诅咒 自然是龙城自己上门了 在龙城上门期间 李天玄故意摆出一副紧张的架势 就是吸引大家注意力 实际上是掩护龙城 让他能顺利到达九神宫 很快 九神宫也出面证实 龙城这段时间 一直在九神宫 在大祭司的宫殿里闭关 至于是不是大祭司出手 给龙城驱除诅咒 无人得知 实际上 这都是龙城一手安排的 龙城在东玄郡的时候 就找到了华云宗 写了一封信 托他们带给九神宫的图签商 这样九神宫给他一个证明 那就绝对不会有人怀疑 龙城就是龙三爷了 回到玄天道宗 龙城终于过了几天 轻松快活的日子 对于玄天道宗 龙城有了家一般的感觉 这几天 龙城一直跟住孟奇 唐婉儿等人在一起 放松了几天后 龙城把郭燃单独叫进屋里 老大 有好东西要关照我了 郭燃一进屋 就两眼放光了 追随龙城这么多年 他最了解龙城了 这玩意儿 你能用不 龙城将一颗火红的金石 丢给郭燃 天啊 这是神火金石 郭燃一把接住神火金石 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了 现在的郭燃 住气之术极为强大 对于各种珍稀矿石 料如指掌 一眼就认出了神火金石 有搞头没 龙城问 有 肯定有 绝对有 这神火金石 可是铸就祖气的材料啊 刚好 我最近正在研究制作祖气呢 奈何没有材料 老大 这颗神火金石 我应该可以制作爆裂剑的箭头 威力虽然没有祖气自爆那么恐怖 但是出其不意之下 灭杀一个命心境强者 还是没问题的 果然一脸兴奋的道 灭杀命心境强者 没有任何意义 我是问你 这神火金石 能不能打造成铠甲 或武器 龙城摇头道 斩杀命心境强者 龙城不感兴趣 老大 这么说 你有不少神火金石了 果然一下子跳起来了 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能搞不 龙城道 龙城比较关心的是 能不能打造祖气 能 能 能 老大 能搞 你怎么搞我都行 快告诉我 你有多少神火金石吧 果然双眼放光 兴奋的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 你放心 神火金石足够你用的 我想给龙穴军团所有战士 打造一套护甲 一把武器 把大家全部都装备起来龙城道 全部 果然不禁倒吸了一口气 龙穴军团一万三千多人 那就是一万三千多件铠甲 一万三千多件武器 而且都是祖气级的 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开始 郭然以为 只不过打造几件而已 军团长级别的强者 每人一件 就已经相当牛逼了 而龙城竟然要人手一件 这太夸张了 别把嘴巴张那么大 都看到你喂了 你到底能不能行 看住目瞪口呆的郭然 龙城没好气得到 老大 说实话 我虽然天资聪颖 勤奋好学 举一反三 文一之实 快说但是龙城直接打断 嗨嗨 但是 我毕竟没有打造过祖器 而且神火金石 是火属性的材料 我还是第一次接触打造 肯定是能打造的 但是前期恐怕会浪费一些材料 郭然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郭然因为没人教 全靠自己参悟鬼公秘露 而鬼公秘露 是仙古时代的典籍 晦瑟难懂 他虽然参悟了小半部分 自认为打造祖器 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 祖器知道 同为大道 其中技巧太多太多 他摸索着祖器 肯定会浪费不少材料的 要知道 祖器及材料是无比珍贵的 别说龙城了 就算是他浪费一点 都要心疼得要死 废话真多 你直接就说能住就行呗 先给你一部分材料 你先练手吧 等你能铸就出第一件成品时 我们在研究其他功能 龙城丢给了郭然一个空间戒指 郭然接过空间戒指一看 吓得差点把空间戒指给丢了 空间戒指里面 神火金石竟然有数十万之多 老大 那我先去闭关了 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郭然接过空间戒指 一溜燕儿跑了 龙城知道 以郭然那对筑气的狂热 估计又要费紧忘食了 不过龙城却不太看好郭然 祖气可不是那么容易铸就的 不过凡事总要试试 郭然走后 龙城也进入了闭关 取出了一部分 魔灵一族怪兽的精血 龙城开始了炼丹 第1390章龙虎断体丹 轰 一声爆响 一道虚影从炎龙顶内飞出 直奔龙城沙来 那是一头长达丈许的狂暴魔兽 面目猙獰如魔鬼 砰 龙城一拳砸落 那虚影被震退 但是并没有爆碎 而是发出一声咆哮 全身黑色的气息凝结 竟然化作一道巨大的黑刃 对住龙城沙来 轰轰轰 龙城连续三次抵挡 都将那黑影震退 让龙城震惊的是 那虚影力量大的一呼寻常 有秒杀普通玄丹镜弟子的实力 别闹了 再闹下去 药力都要被你消耗光了 却没有上限 材料的品质越高 丹药的品阶就越高 通常龙虎断体丹的材料 是以地形龙和鲍纹白虎的精血 来炼制的 不过龙城用的却是 摩罗一族怪物的精血 来炼制 虽然一滴精血 龙城分出了十分之一 来炼制龙虎断体丹 承丹之后 依旧狂暴的吓人 这颗龙虎断体丹 恐怕只有古阳能消化了 龙城看住手中的龙虎断体丹 难难得到 别人如果吞下这颗极品巨丹 会一瞬间暴体而亡 只有古阳勉强可以降服 还是小看了摩罗一族怪物的精血之力 十分之一不行 就用百分之一吧 龙城将一滴精血的量 分成百分 每次炼丹 只融入百分之一的量 第二炼 龙城炼制了九颗极品龙虎断体丹 但这次不是巨丹 巨丹能量太大太猛 不适合所有龙血战士 有火龙和阎龙顶的辅助 龙城什么都不用管 他们就可以包办一切了 最潇洒的还是火龙 只需要将一道分身留给阎龙顶就行了 其他分身依旧开始拼命吸收神火精石 龙城则在阎龙顶炼丹之际 自己开始大量的吞食神关丹 因为阎龙顶的努力 龙城的神关丹 已经继续成了一座小山 龙城要抓紧时间吃药了 从今天开始 龙城进入了把药当饭吃的日子 别人都是一颗一颗的吃 他是一把一把的吃 龙城初步算计了一下 他每天都要吃掉万颗神关丹 每一颗神关丹 都是九阶积品丹药 如果龙城不是有混沌珠在 可以自己自足 否则像玄天道宗这种强大的宗门 以他的消耗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能吃破产 通常只有化神镜丹修 才有资格炼制九阶丹药 这些丹修之中 只有十分之一的人 才有可能炼制出九阶积品丹 想要炼制出积品丹药 不光需要强大的炼丹之术 更需要一定的奇遇 一百炉丹 炼制出一颗极品丹药 就算不错了 而极品丹药一旦被炼制出来 通常都被炼丹是自己由着收藏了 因为正常丹修炼制九阶丹药 通常需要数天 甚至是数十天之久 而以神关丹的难度 普通丹修需要耗时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完成一炉丹 就算是丹到大师 最少会有三成的失败率 所以许多丹修炼制数年 甚至数十年 才能炼制一颗九阶极品丹药 在他们来说 这是天资的宝物 是一生的荣耀 所以九阶极品丹药 在市面上基本上是有价无市的 就算有钱也未必买得到 而龙晨把这种珍贵的丹药 当米饭来吃 如果传出去 绝对会吓死所有炼丹的人 当然也会心疼死一批人 还会气死一大片人 随着龙晨疯狂吃丹 龙晨使海内 巨大的门户里 漩涡的中心 那芝麻大小的光团 逐渐形成了半透明的状态 庞腐水一般 这是一个好现象 气旋从气体到液体 再由液体转化为固体 那么星晨的核心 就算真正地形成了 随着神观性的强大 龙晨已经明显地感受到 神观性与丰富 玉恒 私命 宫起星之间的关联 神观性强大的同时 会把自己的力量 共享给其他四星 其他四星 竟然也开始发生了 某种奇怪的变化 如今五星 难怪神观性进化如此缓慢 神观性要带动 其他四星一起蜕变 这让龙晨星中 多出了一抹期待 随着神观性的变强 其他四星也跟住变强 他明显感觉到 他的身体 正发生着某种变化 其中看得到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丰富 玉恒 私命和宫起星下方的气海 开始不停变大 龙晨的陵园越来越充足了 这是让龙晨最为兴奋的事情 因为不管是星宇 还是开天第五式 都是恐怖大招 任何一招 都能一下子抽空他大半的陵园 战斗之中 他只能二选一 但是随着他的四大气海 不停扩大 加上十万八千星辰内的陵园 以后可以延续释放大招了 一想到这里 龙晨不经莫名的兴奋 以前战斗 都是小心算计 每一分陵园 都要用在刀刃上 看住神观性的架势 他以后终于可以奢侈的战斗了 龙晨平时的战斗之中 都不敢放开手脚激战 很多强大的招数 也不敢释放 就是因为在不停算计陵园的消耗 生怕最后 没有足够的陵园 催发星陨或者开天第五式 没有这两个恐怖大招 他就没有了保命底牌 所以平时战斗都非常憋屈 但是这种现象 应该很快就能得到缓解了 现在四个气海 每天都在生长 容量不停变大 这个现象令龙晨无比兴奋 每次跟九品天行者们激战 龙晨都非常吃亏 因为他们的天地一响 能够源源不断地抽取天地之力 补充他们的消耗 开启了第五星之后 龙晨明显感觉到 神环已经不怎么抽取外界的灵源了 现在的神环 彭扶开始排斥外界的力量 不但不吸收外界的灵源 反而阻止外界的灵源 进入了龙晨的体内 龙晨现在体内 五星形成十万八千星辰涌动 形成了一个自己自足的体系 已经开始跟外界 有些隔绝了 现在的龙晨不靠天 不靠地 一切都只能靠自己 九星霸体诀是他唯一的一掌 三天后 龙晨出关 因为龙虎断体单数量已经够了 除了龙穴战士们外 还有一千多圣余 圣余部分 龙晨是留给玄天道宗的 这种丹药 完全可以作为宝物流传下去 出关之后 龙晨将一千多颗龙虎断体单 送给李天玄 李天玄看到如此多的 九阶极品丹药 也不禁吓了一跳 上次龙晨就留给了他海量的丹药 不过李天玄知道 这些丹药是龙晨打劫丹谷的 剑步的光 只能偷偷给弟子们使用 但是如今这一千多颗龙虎断体单 丹药之上还带着薄膜 那是丹一 是丹药刚刚炼制出来的标志 也就是说 这些极品龙虎断体单 都是龙晨炼制的 李天玄对于龙晨的一切 都不管不问 虽然他知道龙晨会炼丹 而且炼丹之术极为强大 但是也没想到 龙晨的炼丹之术如此变态 丹药送给李天玄后 龙晨和李天玄来到了 阿蛮沉睡的地方 这里是玄天塔的内部 绝对的安全 扑通 阿蛮的身边多了一个血池 那是龙晨将摩罗一族怪物的精血 都倒了出来 将一个千丈剑方的池子筑满 将沉睡的阿蛮 丢入血池之中 咕噜咕噜 随着阿蛮进入血池 他周身巨大的茧 开始缓缓吸收精血 这精血 已经是十二间魔兽 毕生的精华索宁 阿蛮竟然可以直接吸收 传说中的蛮族 果然恐怖 李天玄看住那大剑 缓缓吸收那恐怖的精血 不禁赞叹道 玄主大人 魔兽一共有多少阶 龙晨问 十三 跟人类修行者一样 十三阶之后 集成仙成神 百日飞升 不过 不光成仙成神是一个传说 就连是否有人进入十三阶 都是一个迷了李天玄道 十三 龙晨心头狂震 十三阶 他的每一个境界 刚好有十三重天 难道 嗡 就在这时 血池一下子如同开锅了一般 无尽的气泡冒出 然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血池内的精血 急速下降 只是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血池内的精血 竟然就见底了 露出了包裹住阿蛮的巨简 竟然一下子就吸光了 龙晨一脸的惊骇之色 要知道 他炼制了那么多龙虎断体丹 消耗也不过百分之二三而已 龙晨本来打算等阿蛮吸收完毕 将剩下的精血保留起来 以后说不定能用到 结果证明他想太多了 阿蛮一下子就给吸光了 吸收了所有精血后的巨简上 逐渐有银白色的符纹亮起 紧接住符纹开始硬化 竟然形成金属一般的外壳 就像一个巨蛋 将阿蛮包裹了起来 好恐怖的蛮族 吸收了这么多的精血 才算积蓄了足够蜕变的能量 如果没有精血 他恐怕要沉睡几千年 甚至上万年才能完成蜕变 李天璇倒吸了一口冷气 蛮族仅存在于传说之中 没有人真正的了解他们 此时阿蛮被蛋壳包裹 那就说明 他终于开始了进行蜕变 等他出关之日 就是破茧成蝶之时 那时不知道阿蛮会变成 怎样的可怕怪物 龙臣心中又惊又喜 这是好事 阿蛮越强大越好 从阿蛮那里离开后 龙臣将所有龙血军团的战士 都召集了起来 好兄弟就应该有父同享 有要一起吃 第1391章忍痛提升 玄天道宗后山的一片广场 这里是玄天道宗以前的核心广场 只不过因为玄天道宗没落 这片区域已经被荒废了 但最近被重新开启 这区域是专门供给龙血军团使用的 如今的核心广场上 所有龙血战士都到齐了 除了龙血战士外 还有花施宇 汪真 赵紫妍 穆青轩 苏默等跟龙血军团 关系极为密切之人 实际上 唐婉儿跟龙臣提过 让龙臣也把他们收入龙血军团 但是龙臣没有那么做 龙血军团是要与他一起征战的生死兄弟 他的前路崎岖 充满了坎坷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 玄天道宗对他有恩 龙臣要给玄天道宗留下一部分强大的守护者 而花施宇等人 就是未来玄天道宗的支柱 老板 这个真的是吃的 龙血军团的最前方 古阳看住手中那婴儿拳头大小的丹药 感受着里面恐怖的波动 不禁头皮发麻的道 那颗丹药 庞腐有生命一般 里面更好像蕴藏着一座火山 随时都会爆发 这简直是要人命的东西 龙臣竟然让他吞下 你要是能用鼻子吸进去 就不用吃了龙臣孝道 这 古阳一阵无语 他鼻孔确实不小 但是还没大到可以当嘴巴来用 古阳 你是不是爷们 挺大的个子 怎么扭扭捏捏地想 嗨嗨 赶紧的 你可是龙血军团的军团长之一 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过然不惊比试得到 如今所有人手中 都分到了一颗龙虎断体丹 只不过他们手中的 都是普通的极品丹药 而古阳手中的 乃是一颗巨丹 果然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要不咱们两个换一下 我保证眼睛都不眨一下 一口吞下你信不 古阳叫道 别废话 你的那颗丹药 比我们的五个家一起还大 里面的养分比我们多十倍 老大单独给你开小灶 你应该感恩戴德 痛哭流涕才对 如今扭扭捏捏的 怎么 你是怀疑老板要害你吗 果然一脸应笑的道 好 小子 我记住你了 古阳看住 果然点点头 他知道 这家伙煽风点火的本事 他拍马也追不上 一发狠 一口将那巨丹吞下 轰 古阳刚吞下 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整个人一下子 庞腑煮熟了的大虾一般 全身泛红 体内发出一声爆响 大地巨震 地上的青砖 竟然如同猪网一般 会扩散开来 同时 古阳毛孔内 开始有鲜血溢出 同时 古阳的眼睛 鼻孔 耳朵 嘴角都有鲜血缓缓流淌 众人无不大害 此时古阳流出来的鲜血 竟然带着无尽的灵气 那是他的本源灵血 不要控制 龙虎锻造体带里面 蕴含着恐怖精血 它正在取代你的灵血 成为你们心的灵血 这个过程会很痛苦 这是一次换血 换血的同时 你们的肉体 也会经过心灵血的洗礼 肉体会变得极为恐怖 龙尘面容 严肃的道 哦 古阳此时 根本就听不到龙尘的话 他已经被剧痛折磨的 青筋爆起 发出一声震天怒吼 所有人都被古阳的声音 吓了一跳 要知道古阳在 龙血军团之中 地位极高 除了龙尘和阿蛮之外 他成为第一硬汉 以他的意志和忍耐度 竟然需要急诸怒吼 来释放痛楚 可见他承受的痛苦 无法想象 很快的 古阳就被鲜血染红 整个人如同血人一般 看起来让人骨头里发寒 好了 你们应该有心理准备了 可以服用龙虎断体单了 龙尘见古阳 竟然不需要他的帮助 强行顶住了巨单的药效 心中不禁赞叹 同时也让大家开始跟进 之前还说风凉话的郭燃 此时脸一下子就绿了 他想不到龙虎断体单 竟然如此恐怖 连古阳都顶不住 如果是他 岂不是要死了 但其他人 已经纷纷将龙虎断体单 送入口中 就连孟奇 唐婉尔等人也不例外 他们相信 龙尘绝对不会害他们的 郭燃哥哥 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 因为木修妹子 看住郭燃 试探着道 开玩笑 我郭燃怕过谁 我是觉得这丹药 是老大炼制的 有些不舍得吃 而已想老大 为了提升我们龙 血军团 尽心竭力 耗费了不知道多少心血 我 我 屁话真多 郭燃正在那里 慷慨激扬地表达 心中情感呢 李奇已经一把抓过 他的丹药 直接塞入他的口中 在他脖子后一拍 郭燃的喉咕噜一声 就把那颗丹药给吞下了 啊 刚刚吞下去 郭燃就发出一声 淒厉的惨叫 跟杀猪一样 你特么给老子闭嘴 药效还没发作 你瞎叫个什么 龙尘气得想抽他 这混蛋 除了装逼耍宝 就不能好好修炼吗 我 郭燃刚张开嘴 忽然间脸色一下子 惨白如纸 然后烟红如血 药效开始发作了 药效发作了 郭燃反而叫不出来了 因为他需要运转所有力量 去抵抗疼痛 连叫的力气都没有了 此时全场响起了一片沉重的 呼吸声和痛哼声 所有人身上都开始溢出了鲜血 就连孟奇 唐婉儿 花施宇 赵紫妍 沐清轩等女子 此时也跟血人一般 但是依旧咬牙忍住 一声不吭 不可以目灵之力抵挡 否则就无法彻底转换灵血 如果目灵之力自动护体 可以暂时将目灵之力封印 龙尘忽然冷喝倒 因为在剧痛侵蚀之下 那些目修者们的灵力 几乎条件反射一般 要去阻挡灵血的改造 实际上孟奇 沐清轩和一众目修者的龙虎断体单 是特殊炼制的 药效简半不说 而且龙尘加入了其他真药 用来缓和药效 让药效缓慢爆发 给予他们一个循序渐进的接受过程 毕竟他们肉身太过孱弱 无法承受狂暴的药效 而且龙尘给他们专门炼制的龙虎断体单 有着止痛的成分 他们承受的痛苦 不过是其他人的十分之一而已 其实这龙虎断体单 孟奇他们吃的才是正常的 而龙血战士们吃的 都是被龙尘改良版的龙虎断体单 这种龙虎断体单不光药效霸道 痛楚更是强大十倍 龙尘的龙虎断体单 不光要锤炼他们的肉身 更要锤炼他们的意志 虽然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但是看住孟奇 唐婉儿浑身浴血 龙尘心就跟针扎一样痛 恨不得代替他们来承受 如果龙虎断体单 对龙尘有效的话 他会一口气吃上十颗巨单 与众人一起承受 远远胜过在这里 看住他们受苦 但是现在吃的每一分苦 忍受的每一分伤痛 都是为了将来 能够在战斗之中保命 肉身上的痛苦 精神上的痛处 远远不及心灵的伤痛 当初在酒离秘境 陆芳儿和叶直秋 就那么陨落在龙尘面前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现在每一个人都 彷復在炼狱之中 相比肉身的痛苦 精神上的摧残 才让人感到无力 因为那痛苦无穷无尽 彷復永远不会完结 让人看不到希望 虽然现在已经过了 漫长的时间 但在极度痛楚下 却彷復度过了漫长的十年 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郭燃只坚持了 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第一个躺下了 他已经陷入了昏迷 这小子的意志力太差了 无法承受痛苦的侵蚀 结果触发了身体的自动保护 进入了昏迷状态 进入昏迷状态后的郭燃 药效不会停 依旧在改变他的肉身 只不过精神上的摧残消失了 无法磨练他的意志 一炷香的时间后 医疗队的木修也终于撑不住了 纷纷昏迷过去 能承受这么久的时间 已经超过他们的极限了 就连龙臣都要暗中伸出大拇指 对女修来说 精神上的承受能力 跟男修有着极大的天赋缺陷 因为女人天生就是情感类的生物 所以承受的比男人更多 半个时辰后 孟奇 穆清轩也撑不住了 然后是花施语 赵紫妍等人 也都撑不住纷纷昏迷 三个时刻后 第一个龙穴战士倒下了 三个时辰 对他们来说 相当于三十年了 在无尽的痛苦中 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前提下 挣扎了三十年 毅力已经够惊人了 实际上 倒下的那位龙穴战士 都是在中周加入到龙穴战士 他们从最底层的弟子 熬到今天 经历过无数的坎坷和挫折 心智十分坚定 但是依旧承受不住了 四个时辰后 一万三千多龙穴战士 只剩下一千多人 还能够站在那里 不过 身躯已经开始摇摇欲坠 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一千多人里 来自东荒的龙穴战士 全部都在 就连包括清姐在内的五个女子 竟然也都还在坚持 这让龙臣都为之震撼 呼 古阳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睁开了眼睛 龙虎断体丹的药效 终于过去了 疼痛消失了 同时 其他人也纷纷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猎狱一般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先别忙住松口气 你们现在只完成了一半 接下来 你们要接受雷霆断体 龙臣有些歉意的道 第1392章 荔枝集 雷霆断造体 古阳等人大吃一惊 不知道龙臣说的是什么意思 此时那些已经昏迷的战士们 因为药效过了 而纷纷开始行转 雷龙 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嗡 陡然间无尽的雷海从天而降 清晰而下 将所有人笼罩 一条长达万丈的雷霆巨龙 盘踞在虚空之上 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俯视着众人 众人心中震撼 因为在雷龙的身上 他们感受到了恐怖的毁灭力量 现在雷龙身上的威压 比当初他们经历雷劫时 那最后一波狂雷 还要恐怖十倍 之前龙臣的雷龙 他们都是知道的 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 龙臣的雷龙 竟然成长到料如此恐怖的地步 雷龙 照顾一下大家 洗礼一下龙臣开口 轰 雷龙周围一颤 身上无数的雷霆符号亮起 一道又一道 长达实丈的小雷龙 飞入人群之中 一条雷龙将一个龙穴战士包裹 啊 所有人都已经行转 唯独一个人趴在地上 如同死狗一般一动不动 但是雷龙没有任何客气 直接将它给卷了起来 雷霆之力入体 果然立刻发出一声惨叫 龙臣脸一黑 大骂道 你这臭不要脸的 整个队伍 就你第一个躺下 医疗队的姊妹 坚持的时间 都比你多了两倍 你还好意思诡较 雷龙给他来双倍雷霆之力 问 雷龙十分听话 两只雷龙将果然包裹 双倍的雷霆之力 注入果然体内 今天就让大家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双龙戏珠 你继续装死啊 龙臣嘿嘿音笑道 老大 这不行 我会死的 果然惊叫 那雷霆之力入侵全身 剧痛难忍 放心吧 死不了 万一死了 明年我会给你烧 很多很多纸钱的 保证你在另外一个世界 一世无忧 龙臣淡淡的道 老板 我 我恨你 恨我就对了 你要是还爱我 就太恶心人了 龙臣双手抱在脑后 一脸淡然的道 扑 果然一口老血喷出来 龙臣这是铁了心 要整他了 果然哀求道 老大 我是 一个助气师 又不追求超强战力 你干嘛盯住我不放啊 龙臣不搭理他 这小子永远都有无数的借口 不想吃苦 他不知道 没有今天的苦逼 怎么会有明天的牛逼 尤其对果然来说 他每多一分力量 就是多一分战斗力 这小子什么道理都懂 但是就是不想吃苦 让人恨得牙根痒痒 所以对果然的呼叫 龙臣视而不见 故意让雷龙折磨他 知道这小子意志力最差 就让他活受罪 而其他人一直都极为坚定 龙臣的雷龙 以最温和的方式 给他们稀里肉身 根本感觉不到什么痛楚 反而感觉麻麻的很舒服 听到果然在哭天喊地 众人不禁心中感到好笑 知道龙臣是故意整他 而且龙臣也是够坏的 故意让雷龙把握好力道 果然连晕过去的资格都没有 老大 我要疯了 哈哈 我疯了 果然忽然大笑 壮若疯狂 那就恭喜你了 不发狂 不成王 不疯癫 不成仙 郭大侠 以后带我装逼 带我飞 带我翱翔到天黑 嘿嘿 龙臣嘿嘿笑道 唐婉儿 花师 赵紫妍等人已经笑得不行 孟奇也不惊王尔 这两个家伙 真是一对儿活宝 一个滑的流油 一个坏的冒泡 简直就是绝配 随着雷霆之力 渗透众人的体内 刚刚吸收了龙虎锻造的战士们 感受到了身体 正在急速地强化 就连肉身极为缠弱的木修们 都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 最让他们惊喜的是 在龙虎断体丹的折磨下 他们的灵魂之力 再次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要知道 他们的龙虎断体丹 乃是龙臣 为他们量身打造的 可透过血肉的强化 被动提升魂力 所以在龙虎断体丹的药效下 他们受益是巨大的 不过跟其他龙血战士相比 他们就差了很多 因为龙血战士们的肉体 本来就极为强大 如今经过龙虎断体丹的提升 和雷霆的洗礼 他们感觉体内的力量 在疯狂暴涨 那力量 就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恐惧 嗡 古羊第一个完成洗礼 一拳击在空中 强大的呼啸之上 震耳欲聋 令空间颤抖 古羊脸上全是兴奋与惊骇之色 那种全身充满力量的感觉 实在太美妙了 同时其他人也完成了洗礼 一个个脸上全是惊喜 他们都感受到了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颗龙虎断体丹 彻底改变了他们 此时 过然周身的两条雷龙也离开了 不过此时 过然已经趴在地上 不停地哆嗦 双眼视红 已经进入了疯癫状态 这家伙确实要疼疯了 龙尘掰开过然的嘴巴 给他塞了一颗丹药 过然这才停止颤抖 昏睡过去 龙尘 这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梦期有些不仁地道 虽然过然平时油腔滑掉的 但是看他这副惨样 让人揪心 没办法 我们如果对自己不够狠 将来就会有人对我们更狠 放心吧 等他醒来 发现实力暴涨 他会屁颠屁颠地跑来 跟我道歉的龙尘道 对于果然 他太了解了 只要有强大的实力 他就会好了伤疤忘了痛的 对于果然来说 就是牛叉之百病 装逼解千仇 龙尘用力拍了拍谷羊的肩膀 感受了一下他肉身的强度 不禁赞叹 罗罗一族的怪兽实在太恐怖了 一丝精血之力 令众人的肉身 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老大 要不咱们切磋一下 古羊有些跃跃欲试地道 很显然 力量暴涨下的古羊 很想试试自己的实力 古羊的一句话 一下子让龙穴军团沸腾了 全部都跟住启哄 实力暴涨的他们 很想看看他们的实力 到底提升了多少 古羊在龙穴军团 除了龙尘和阿蛮之外 号称力量第一 勇猛无比 此时古羊向龙尘发起挑战 无不兴奋地大叫 来吧 我也想看看 你的力量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龙尘孝道 老大 得罪了 古羊也不客气 人向后缓缓倒退 随着他的倒退 浑身骨骼批拍一阵暴响 同时周身气血生腾 背后更是八品天行者的一响也爆发了 在那一瞬间 古羊就好像一头气血冲天的蛮兽 将力量一下子提升到了极致 令天地轰鸣作响 在那一瞬间 所有龙血战士爆发出一声欢呼 古羊的气势爆发 令他们热血沸腾 庞扶进入了战斗状态一般 轰 陡然间 古羊脚下用力 大地暴碎 古羊化作一道流光 如流星掠过虚空 直奔龙尘撞来 从飞奔到落点 形成了一个奇异的弧线 当古羊到达弧线的尽头 刚好可以将力量提升到巅峰 眼见古羊一拳砸来 龙尘大手击张 不敢大意 体内十万八千星辰流转 一掌拍去 轰 一声爆响 气浪滚滚 飞沙走石激荡 龙尘的脚下大地崩碎了一大片 龙尘竟然被古羊推得不停 向后倒退 大地竟然被离出一条大沟 果然够强 龙尘心头一领 此时的古羊 力量比之过去强大了几十倍 全力一击下 竟然震得龙尘气血翻涌 老大 不用保留了 召唤出战身吧 我的拳头已经饥渴难耐了 古羊大叫一声 忽然衣衫抖动 浑身符纹流转 胳膊竟然一瞬间粗大了一圈 狂暴的力量奔涌而来 显然已经用上了恐怖的战警 如你所愿 轰 又是一声爆响 天地震颤 古羊人已经如同滚地葫芦一般 倒飞出去 连续喷了三大口鲜血 呼 龙尘背后的神环消失 毛子之中的星辰也隐去 又恢复了平时的模样 老大 咱不带这样的 我刚才只不过是客气客气的 你怎么就认真了呢 古羊被人拉了起来 骇然发现 身上多处骨头碎裂 内脏也受到了矩阵 龙虎断体单 确实恐怖 刚才我一击 并没有留守 你竟然只是受了轻伤 瞬间就可愈合 厉害 龙尘开口赞道 刚才的一击 龙尘并没有手下留情 但是古羊并没有受重伤 可见古羊现在的力量 确实很强了 如果不是龙尘开启了神官星 恐怕在力量上 已经不是古羊的对手了 不过 嘿嘿能挡住老大的权力一击 我古羊也算可以扬眉吐气了 古羊心中充满了自豪 龙尘一直是同阶无敌的强者 试问天底下 能够接住龙尘权力一击的有几人 他确实足以自豪了 众人的力量暴涨 龙尘让大家先不要修行了 两两一组对练 纯以肉身之力对战 早点适应现在的力量 如今的龙穴军团 在龙虎断体丹的辅助下 一下子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如同一把神兵 终于开封了 三天后 龙尘还在闭关吃药 结果果然兴奋地冲进了龙尘的房间 抱着龙尘就要亲一口 结果被龙尘一脚给踹了出去 老板 你真是我的亲老大 从此我果然要天下无敌了 因为 我把谷羊给祭拜了 果然一脸激动的大将 第1393章筹谋策划 这怎么可能 龙尘吓了一跳 不过很快 龙尘就明白了 果然是穿住盔甲的 他的盔甲 能够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幅力量 原本果然的力量 在龙穴军团之中是最小的 但是穿上了盔甲 战斗力就可以跟谷羊等人抗衡了 如今经过丹药的提升 和雷霆的洗礼 力量暴增 基数一下子提升了数百倍 在盔甲的增幅下 倒是确实有击败谷羊的可能 怎么 你要向我挑战 龙尘一脸古怪的说 不不不 我怎么会跟谷羊一样傻 老大你在我心中 那是神一般的存在 小弟哪里敢跟您动手 果然一脸谄笑道 你这个笑容 老板 我对你的心 可朝日月 我是不会挑战你的 你在我的心中 行了行了 你可别 恶心我了 再说下去 我吃的丹都要吐出来了 我看看你的杰作 龙尘急忙摆手 阻止 果然继续说下去 低头看他的铠甲构造 虽然龙尘不懂住气 但龙尘有着许多奇妙的构思 让果然都要佩服的五体投地 因为论到战斗经验 没有谁能够强过龙尘 以往果然铸造铠甲后 总是会出现一些瑕疵 龙尘提出一些改进方法后 让他获益良多 所以这次 果然先给龙尘看图纸 争取一次成型 排气孔 一定要放在屁股上吗 龙尘脸色有些怪异的道 果然也一脸的无奈 这个还真没办法 不管是放在手上 脚上还是羽翼上 都很难保持平衡 这个位置是最佳的发力点 可以说 这个 排气孔 是果然最弹痛的地方 每次提速 总感觉像放屁一样 十分不雅观 但是只有把排气的地方 放置在这里 手脚双翼 才能彻底释放 既能够掌握平衡 又不影响战斗的灵活性 你这个铠甲 这么设计 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龙尘看了一会儿 摇摇头道 怎么说 果然一呆 你现在的铠甲 还是以大面积杀伤为主 这对于现在的龙穴军团来说 已经是激烈了 因为龙穴军团 已经成长起来了 根本不惧群战 以后的战斗方向 会越来越剧烈 说白了 将是天骄与天骄的对决 你这种分散型的攻击 无法做到秒杀 就彻底失去了意义 能够做我们敌人的 必然都是高阶天行者 只伤不死 没有意义 龙尘严肃的道 这个 好像确实如此 果然也一下子明白了 龙尘的意思 现在的他 思路有些固化了 以前在东荒的时候 都是群战 他追求的是大面积杀伤力 这没有错 但是未来面对的对手 都是局势天骄 一对一的战斗会比较多 那么他这些群杀技能 就确实鸡肋了 三百多个群杀技能 都去掉 全部换上力量符文 力求将力量增幅 到最大进战保命手段 哟 行 老板我听你的 果然点点头 双翼上的符文 是增加速度的 怎么这么少 龙尘问 没办法 速度型符文 我只会三种 这三种符文 等级都不高 无法做到密集镶嵌 否则会相互影响 反倒是被公办了 果然无奈的道 龙尘一下子明白了 果然掌控的符文 大多数都是王器级的符文 因为玄天道宗 本身就不擅长筑器 王器已经是顶级了 而鬼宫秘录里很多符文 果然还没有参悟 无法用在筑器上 只能用王器级符文 这样不行 再强大的力量 没有速度辅助 打不到人 也是白搭回去 我找一下郑文龙 让他帮忙想办法 搞一些筑筑器的相关资料 和材料龙尘道 想要筑救筑器 就绝对不能心疼钱 否则倒是画虎不成 反成犬就没意思了 白白浪费了大笔珍贵的材料 你的铠甲先放一放 我们先研究一下 龙穴战甲和冰漆图纸 拿来给我看看龙尘道 果然急忙掏出了两张图纸 这两张图纸 相对要简单许多 因为不需要安装上签的机阔 就显得清晰明了 不错 在盔甲上刻画阵法 能将众人的力量联合在一起 可攻可守 独具匠心 龙尘看过图纸 不禁赞道 果然的脑子十分聪明 知道龙穴军团出动时 基本上都是群战 在盔甲上刻画了阵法 所有盔甲上都带着阵文符号 盔甲触碰到一起 就会激活法阵 虽然只有弓和手两种形态 但这是果然用自己的头想出来的 非常的不简单 铠甲 我准备继续以灵甲的形式打造 胸前背后 有护心镜 用来刻画符文每一个灵片上 正面刻画防御符文 反面刻画攻击符文 攻击 符文 与它们手中的兵器相关联 这样兵器和铠甲 能形成有效的沟通 相辅相成 威力更大 果然指着图纸上的复杂纹路 给龙晨解释 这几天 我试着铸就了两件粗批 我发现我的筑器台和筑器锤 完全可以打造阻气 这么强 龙晨一惊 嗯 这个筑器台好像本身就是一件神物 那筑器锤也一样 随着我不停地筑器 它好像一件沉睡的神器 逐渐开始觉醒能力 那筑器锤的 重量 永远刚好够我使用 极为怪异 现在每次筑器前 我都会对筑器台和筑器锤 顶礼膜拜 我现在能够跟他产生一种 莫名的情感联系 果然提起筑器台 脸上带着前所未有的前程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嬉皮笑脸 龙晨点点头 看来果然也是有大纪元之人 这在久离逆境古墓之中 出土的筑器台 看来来历也极为恐怖 助就筑器 问题不大 但是现在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 就是契灵 没有契灵 筑器的威力 根本无法发挥 冲器量也只是比王器硬一些而已 果然有些为难地道 要知道祖器 之所以成为祖器 就是因为契灵受到祖祖辈辈的滋养 形成了强大的生灵 可以发挥器具的最强威力 来辅助主人 祖器需要为之助灵 这个问题并不大 王器等级的助骑师 就能够为武器助灵了 但是祖器助灵之后 需要养灵 然后让契灵觉醒 这个过程通常需要超过一百年 想要祖器达到真正的巅峰 没有个几十代人用心神去温养 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也是祖器最珍贵的地方 你先助气吧 不用助灵 契灵 我来想办法龙晨到 只要过然能够助气 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过然并没有令龙晨失望 三天后就打造出了一组祖器灵甲 和一把祖器长剑 不过只是披子还没有明文 过然是给龙晨看样式 如果没问题 就可以大规模助气了 因为龙穴军团的战士 一大半都是用剑的 龙晨握着长剑 不由的心中感慨 过然这小子还真是龙晨的福将 想不到那助气台如此神奇 竟然连祖器都可以打造 感觉了一下 尺寸 长短 重量 样式都非常令人满意 龙晨告诉过然 将武器上 烙印下神龙图案 以后就作为龙穴军团的标志 龙晨满意后 过然很快就打造出了一组祖器灵甲和长剑 灵甲和长剑都是火红色的 里面蕴含着无尽的火焰之力 因为是由神火金石打造的 必然带着强大的火焰属性 这种灵甲和武器 木修者和水属性强者是无法使用的 幸好这两个属性的强者比较少 龙穴军团内只有数百人而已 剩下的都可以使用 龙晨穿上灵甲 挥舞长剑 适时威力 果然没有气灵的情况下 根本显不出祖器的真正威力 确定好了样式后 郭燃就开始闭关 拼命锻造灵甲和长剑 因为锻造使用的材料越高级 筑器台就会受到某种莫名的滋养 竟然有一种苏醒的迹象 这让郭燃无比兴奋 开始拼命打造 郭燃闭关后 龙晨直接写了一封信给郑文龙 郑文龙的效率极高 不到十天的功夫 就收集了一大堆 筑器符文的古籍他印本过来 另外还有各种筑就祖器级的材料 当然龙晨也没有让郑文龙吃亏 直接送给了他一千颗神火晶石 和一颗神经 郑文龙看到神经的时候 一下子吓傻了 神经内蕴含神性物质 乃是无价之宝 他现在还没资格拍卖如此恐怖的宝物 龙晨告诉郑文龙 这东西让郑文龙先拿着 抵扣他的一切开销 反正华云宗都是有信仰的人 诚信经商 龙晨绝对信得过 送走郑文龙后 龙晨与所有龙穴战士 也开始了闭关 龙晨取出了大把大把的丹药 分给大家 这些都是从丹谷打劫的丹药 带着丹谷的镖石 剑步的光 只能自己消化 于是众人就进入了 要不能停的阶段 第1394章灵界通道 龙晨 我们已经打探到 楚遥妹妹的消息了 龙晨还在室内拼命吃饭 孟奇和唐婉儿 已经一溜烟飞奔进来 噗 龙晨嘴巴里塞了满满的丹药 结果全喷了出来 急忙伸手将那些丹药抓住 重新塞回嘴里 呼伦吞下 真的 龙晨大喜 恩恩 是真的 华云宗的人送来了东西 你快看看唐婉儿手中 多出了一个玉盒 递给龙晨 龙晨伸手接过玉盒 即使龙晨面对千军万马 无尽完敌 也未曾紧张过 但是此时 手竟然有些微微颤抖 啪 白玉盒子被打开 玉盒之内是一片碧绿的树叶 树叶碧绿 盈润欲滴 散发着无尽的生命力 白玉盒子一打开 整个房间内 充满了生命气息 孟奇在龙晨房间里不知的盆栽 竟然开始快速生长 绽放着无尽的生命活力 龙游四海行万里 凤梨梧桐半九州 生死不弃血海路 龙凤相依到白头 四行小字浮现在 这片叶子上 正是当初在帝都 凤鸣灯节之上 二人留下的海誓山盟 前两句是 楚遥以为无法挣脱命运的牢笼 鼓起勇气 对龙晨表达了心中的爱慕之情 而后两句 则是龙晨当着所有帝都强者的面 立下是誓言 虽然有些年少轻狂 但是二人都是真心爱住对方 此时看到这四行字 龙晨鼻子有些发酸 因为这知道 这叶子上的四行小尸 并不得刻画上去的 而是天生的纹路 也就是说 这片野只生出来的时候 就尝着这四行小尸 虽然龙晨不知道 楚遥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龙晨从这小小的叶子上 感受到了楚遥 那刻骨铭心的思念 龙晨的眼泪 差点独况而出 楚遥为了她 付出太多太多 独自一人来到中州 这个陌生的世界 承受那无尽相思之苦 是何等的可怜 在玉合之中 出了一片叶子 没有任何之言片语 但是龙晨已经明白了 楚遥的心 他们之间的情感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孟奇和唐婉儿也知道 龙晨和楚遥的过去 两女对视一眼 脸上都浮现一抹怜悯 他们一路跟住龙晨征战 虽然处处惊险 但是始终能够跟龙晨 相依相守 比起楚遥 他们幸运太多了 不知道楚遥子子 境况如何 为什么不来找我们 唐婉儿悠悠的道 楚遥现在应该处于 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无法离开 否则他一定会来 找我们的你们不用担心 现在的楚遥 应该比我们这里 任何一个人都要强大 龙晨轻轻抚摸着那枚树叶 脸上浮现了一抹微笑 在那枚树叶之中 他感受到了许多事物 比我们之中 任何一个人都要强大 难道比你还要强大 唐婉儿有些不敢置信的道 起码比现在的我强大 龙晨看住手中的树叶 点点头道 因为龙晨在那树叶之上 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 他想到了丹谷的丹仙子 也想到了提勒先公的紫燕 同时不知道为什么 他脑海中 还想到了四个 让人讨厌的声音 那个声音是在 万古路里听到的 当时月小倩在杜劫 忽然来了四个白痴 差点将月小倩在雷劫之中 灰飞烟灭 龙晨一怒之下 轰击天道 雷霆震怒 降下恐怖天罚 结果那四个人 杜劫到一半 就吓跑了 难道那四个混蛋 也是那个层次的存在 龙晨心中不禁疑惑 因为从楚遥的这枚树叶上 龙晨感受到了浩瀚的生命气息 和无尽的天道之力 虽然只是一枚小小的树叶 彷復代表着一种天意 它的存在 连周围的规则都被打破了 孟奇 婉儿 你们的修为也巩固的差不多了 就将九品天道果 炼化了吧 另外还剩三个 就交给古阳 宋明远和李奇吧 果然他现在根本没时间 龙晨取出五颗九品天道果 其中四颗 是来自丹谷区大江 丹燕雪 闽东泽和江子郡的 虽然他们不是被 摩罗一族的巨兽所杀 但是只要在龙晨的身边 都会被混沌珠吸收 融入天道树内 凝聚成天道果 最后一颗 就是来自于远古石家 天才罗明昊 不过他也不是被龙晨斩杀的 是被孟奇斩杀的 这个白痴之前太嚣张了 说了无数脏话 对龙晨极尽羞辱 早就触怒了孟奇等人 阿满在沉睡 岳子峰也被凌云子 带到了天剑门 不过两个人修行路线特殊 不需要天道果 孟奇和唐婉儿倒是没有吃惊 因为龙晨早就将单鼓的一切 都告诉他们了 他们早就有心理准备 只不过龙晨要先将 他们的实力提升一次后 再让他们炼化天道果 这个先后顺序不能乱 同时龙晨又取出的 大量的八品天道果 和七品天道果 让孟奇挑选天才们 分发下去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三个月的时间过去 这三个月极为平静 这段时间没有人 再找悬天道宗的麻烦了 而单鼓也彻底消停了 而且还传出了一个 令人不安的消息 那就是单鼓现在的 单药供应链出现了断裂 一下子引起了 整个修行界的震荡 很快终于有人挖出了内幕 原来当初龙三爷 将整个单鼓的库房 都搬空了 所有单药和真药 搬个金光 这个消息一传出 令整个修行界都乱了 没有了单药 会让世界陷入混乱 单鼓原本在掩饰真相 就是怕引起恐慌 可惜单鼓的保密措施太差 最后还是引起了恐慌 无数宗门 开始把目光放到了 将炼单作为副业的华云宗 于是许多宗门 怕未来单药出现功不应求 开始暗中向华云宗 购买单药了 华云宗的单药 一下子被抢购一空 不过让无数宗门 心服口服的是 人家华云宗就是这么诚信 明明其货可居 依旧保持不涨价 不黑人 不少宗门 已经暗地里 跟华云宗签署了采购协议 而华云宗对于这种协议 一向都是保密的 各种措施都做得极为到位 所以各大宗门 纷纷开始向华云宗签署协议 这样他们以后 就有两个进货管道了 这样就更有保障 对他们来说 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而那些一直死抱住 丹谷大腿的家伙们 也开始见风使舵了 因为丹谷现在已经焦头烂额 内忧外患 估计不到任何人了 尤其龙臣在玄天道宗门前 斩杀那么多弟子 要知道那些弟子 可都是为了抱丹谷大腿 而被派出来了 龙臣杀了这么多人 丹谷没有任何交代 甚至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确实有些让人寒心了 所以那些死忠们 不得不留点后手 对于华云宗跨节捞钱的行为 丹谷也是无可奈何 他们现在拼命地炼制丹药 早点达到一个供求平衡 龙三爷把丹药都偷走 这还不要紧 他把真药都搬空了 这算是要了丹谷的命了 那是炼丹的基础 是多少万年的库存 龙臣把它们搬空了 他们只能去药园里挖 每一株真药 都需要几百甚至数千年的生长期 这根本就来不及生长 丹谷算是把龙三爷给恨死了 整个丹谷一片混乱 那些激进派的弟子长老 更是被骂成了狗 还是不敢还嘴的那种狗 不过乱了一阵子之后 风波也就过去了 因为冷静下来后的人想了一下 他们有点起人忧天了 他们自己手中就存有大量的丹药 支撑各数年甚至数十年都没问题 有这么长时间的缓解 不管是丹谷也好 还是华云宗也罢 都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买不到丹药 你也买不到丹药 大家都买不到丹药 大家都是平等的 就更不需要这急了 并不会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 那么大家根本就不需要紧张 因为大家受损程度都是一样的 丹药风波逐渐平息 不过很快一个震撼的消息传来 吞天灵地的树妖们 忽然撤退了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间通道 那个通道通往灵界 传闻灵界内 珍宝无数 神圈遍地 喝上一口 可以延寿数百年 一时间整个大陆一阵骚动 有强者想去冒险 但是这件事太过突兀 要知道吞天灵地 一直是七大境地之一 那些树妖专门吞噬生灵 比魔兽更加凶残和恐怖 有人怀疑这是一个陷阱 但是空间通道得震飞了 肉身崩碎 只有元神逃了出来 这样一来 顿时有人明白了 命星镜强者无法通过空间通道 结果化神镜强者进入 也同样被弹了出来 不过因为修为较低 只不过受了点伤 后来终于有玄丹镜弟子 成功进入了空间通道 进入了灵界 但是一个个进去后 就没活着出来 但是依旧有宗门强者 将弟子送入空间通道 终于有一个弟子活着回来 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灵界正发生惊世大战 这个消息一出现 立刻引起了轰动了整个中洲 这是一个浑水摸鱼的好机会啊 一时间不管是正道 邪道 古族还是远古世家 无数玄丹镜天才 纷纷杀象吞天灵地 进入灵界 而龙臣听到这个消息后 立刻将所有龙穴战士 全部都召集了起来 当初欠下的人情 现在可以还了 第1395章前往灵界 就在龙臣集合了所有龙穴战士的时候 李天玄找到了龙臣 脸色严肃地道 你可要想 好 这是一趟浑水 牵扯了太多东西 龙臣一呆 他不明白李天玄的意思 明明灵界入口打开 可以进去冒险 怎么就是一趟浑水了 如果说李天玄说里面十分危险 龙臣可以接受 但是浑水这两个字 让龙臣有些发猛 让他去把玄天塔的声音传来 可是前辈 没什么可是的 这里其中的凶险 龙臣心里有数 既然他要出手 就说明他有自己的理由 你既然选择放手 就彻底放手吧 玄天塔道 李天玄无奈 龙臣却一脸的疑惑之色 彭扶他们知道什么 但是不肯告诉他 龙臣离开后 玄天塔内 只剩下了李天玄 玄天塔沧桑的声音再次响起 龙臣 从东荒一路沙到中州 从来就没有走过寻常路 你就算什么都告诉他 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定 而你还要承担其中因果 在我看来 这是十分愚蠢的 可是前辈 这灵界牵扯的太多太多 龙臣一旦踏进去 恐怕 李天玄疾到 没什么恐怕的 龙臣的命数 谁也无法掌控 他的路 没有人有资格指引你 既然把玄天道宗 等命运交到他的手里 就应该彻底放手 有时候 说是一种本能 不说 则是一种智慧 玄天塔的声音 充满了淡然 彭扶在说一件 很小的事情一样 弟子愚钝 多谢前辈教会 李天玄 深吸了一口气 有些惭愧的道 你关心则乱 没有了当初那种 超然物外的心态 决定把玄天道宗 交给龙臣使 你是局外人 而交给他之后 你就成了局内人 两者间的角度 有着很大的不同 局内人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而局外人 见山非山 见水非水 玄天塔道 李天玄脸上 浮现一抹明雾之色 脸上浮现一抹狂喜 跪倒在地 声音充满了前程 多谢前辈支点迷惊 弟子茅瑟顿开 玄天塔乃是 玄天老祖的神兵 在 玄天道宗有着无上的权威 不管是谁 在他面前 都是弟子 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龙臣 或者谢九神公的大祭司 是他的酒 令你的境界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只不过是略微提点一下而已 你现在已经进入 命星极致 刻入玄明 不过现在玄天道宗还需要你主持 而你师父 还处于紧要关头 你现在还不能冲击更高境界玄天塔道 是 李天玄老实地打 龙臣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抱着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去看吧 现在天机已乱 气运更是一片混沌 世界将会大变 你并非这个时代的主角 做一个看客 未尝不是一种幸运玄天塔道 难道弟子进入通明之境 也不能独当一面吗 李天玄有些苦笑道 孩子 你以后天九品天行者的资质 八百岁就能问鼎通明 已经算是奇才了 可惜这个舞台不是你的 所以 还是安心做一个看客吧 玄天塔道 那好吧 我听您的 老实做一个观众吧 李天玄有些无奈的道 李天玄虽然八百多岁了 但是修行无岁月 命心竟强者 一次闭关就是上百年 甚至数百年 李天玄已经算是极为年轻的了 而李天玄雄心不减 当初与他同代的天骄 要么黯然陨落 要么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如今经过玄天塔的一言指点 明星渐性 竟然摸到了玄冥之门 又升起了争锋之心 但听玄天塔的口气 就算他进阶通明之境 依旧是个看客 这实在有点打击人 但是玄天塔 乃是玄天道宗 第一代祖师的神器 对于玄天塔 即使是李天玄 也要心存敬畏的 要让轮回进前辈 为龙臣保驾护航 李天玄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开口道 这次玄天塔没吭声 李天玄不禁连有些发红 赶忙到 弟子知错了 老大 你什么时候弄的非洲 我去 太帅了 果然驾驶住非洲 不禁兴奋地大叫 这艘非洲 比他当初驾驶的非洲 好上千百倍 非洲之上 所有龙穴战士 全部都在上面 不过这次行动 龙臣只带了龙穴战士 花诗语 赵子言等人 龙臣都没带 因为龙臣发现 他们跟龙穴军团 还是有些格格不入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 绝世天骄 骨子里 缺少一种一往无前 死而后已的那种决心 而龙穴军团内 不管是之前的龙穴战士 还是后来加入的龙穴战士 他们都是天赋最差的一些人 他们之所以能够跟其他天骄一起修行 全部都是靠拼命的向前闯 他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 大不了在一无所有 但身为天才 骨子里 甚至是灵魂深处 都有一种优越感 他们无法做到一种空碑的心态 去面对所有事物 虽然他们也都听从龙臣的命令 也有孝似的决心 忠诚度也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他们骨子里少了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因为少了那种东西 他们始终无法与龙穴军团的兄弟们 融在一起 而这次前往灵界 这不是一场旅行 这必然是一场血腥的杀戮 龙臣不想让龙穴军团以外的人卷进来 龙臣这次去灵界是报恩的 如果没有当初灵界强者赠予生命神夜 龙臣早就死了 甚至阿满也死了 身边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死 龙臣欠了灵界强者一个天大的人情 龙穴军团都是他的生死兄弟 自然要跟他一起 至于其他人 龙臣不想让他们参与进来 非洲是人家送的 龙臣舒舒服服地坐在操控仓里 孟琪和唐婉儿正在欺茶 龙臣端住孟琪递给他的茶道 送的 这么好 果然有些不幸 不知道去哪里勾搭美女 连心都勾搭走了 送非洲算什么 你说是吧 龙三爷 唐婉儿柳眉微微一条 不怀好意地看住龙臣道 水汪汪的眼睛 紧紧盯住龙臣的眼睛 庞扶要看透龙臣的内心 龙臣一口茶水 差点没喷出来 不禁似笑非笑地道 我说丫头 你那点灵魂之力 就不要使用灵魂亏数了 让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丫头 不知道怎么想的 竟然以灵魂之力 来探查龙臣会不会撒谎 可是她的灵魂之力 根本无法给龙臣造成任何压力 混蛋 你少转移话题 顾左右而言她 说 你这次出去 有没有勾搭美女 唐婉儿恼羞成怒 一把抓住龙臣 恶狠狠地道 不用想 一定有 没有那就不是老大了 果然这家伙 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 雷霆断体之痛 直接回答 龙臣大怒 你女孩好好看你的非洲 别撞山上 放心吧 老大 以我的技术 就算闭着眼睛开都没问题 婉儿姐 我敢打赌 老大这次去丹谷 最少可以迷倒三个以上的美女 不信 你就仔细盘问 当然以老大的镇定 你光套口风是没用的 没有点酷刑 根本套不出实话 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低于三个 我把这非洲吃了 果然派着胸脯保证 孟琪姐姐 你来吧 唐婉儿抓着龙臣 生怕龙臣跑了 对住孟琪叫道 龙臣看住 果然一脸得意的表情 恨得牙根痒痒 这小子看来是好了伤疤 忘了疼 开始膨胀了 连他这个老大也敢坑 不要闹了 龙臣去丹谷是办正事的 怎么会像你们说的那般不堪 孟琪不禁摇头道 孟琪 谢谢你的信任 你对我太好了 龙臣心中充满了感动 还是孟琪最好 什么时候都向住他说话 不过我很好奇 那个丹仙子是不是很漂亮 孟琪眉目之中 带着一丝细血 龙臣 这个弯而转得有点急了吧 刚刚还满满地感动 结果孟琪一句话 竟然又把话题给扯回来了 而且直奔主题 知道龙臣这次丹谷之行的 只有孟琪 唐婉儿 郭然 古阳 李奇和宋明远 其他龙血战士并不知道 老板 那丹仙子真的如同仙子一般吗 勾到到手没有 哎呦 郭然扭过头来 嬉皮笑脸的 结果被龙臣拍了一巴掌 龙臣这一巴掌 吓得孟琪和唐婉儿发出惊叫 果然光顾着说话了 结果被龙臣拍了一巴掌 手中操控感一歪 非洲本来是从两座高山中间飞过 结果笔直撞向其中一座大山 轰 那大山 被撞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整个非洲剧烈的抖动 还好非洲强大 自动触发的保护符文 没有损坏 老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好好开船 你们聊你们的看住龙臣 那黑的吓人的面孔 果然急忙转过去 眼观鼻 鼻观口 口观星 再也不敢乱叫了 果然刚做好 非洲后方 已经传来古阳的贺骂了 刚才的遗状 让他们极为狼狈 这艘非洲是龙臣从丹谷偷来的 但是外表做了伪装 原来的标志已经去掉 从外表上 谁也看不出这是丹谷的非洲 就在唐婉儿追问丹仙子的细节时 非洲已经缓缓降临吞天灵地 第1396章诡异 当再次来到吞天灵地时 龙臣已经完全认不出这里就是吞天灵地了 因为参天古树全部都消失了 大地整个翻了过来 到处都是崭新的泥土 亿万里的大地都被离过一般 变成了一片荒芜 非洲一路前行 但是让龙臣疑惑的事 并没有看到想象之中 趋之若冬如过江之际一般的冒险者 虽然也看到了冒险者 但是都是稀稀拉拉的 三五成群 十分的稀少 怎么会这样 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只有这么一点人来呢 唐婉儿不禁吃惊地道 难道是因为太危险 都不敢来了 果然也十分疑惑 屯天灵地的凶名 跟魔灵山相比差了许多 魔灵山都有那么多人前去冒险 这样的现象 确实有些诡异梦其摇头道 照理说这么大的事情 应该轰动整个中洲才对 可是一路飞来 并没有看到大批的强者 就连十几个人 结伴而行的现象都极为少见 龙臣看住那些 稀稀落落的冒险者 忽然想起了李天玄的警告 难道说 他们都知道灵界发生了什么事 非洲很快就飞到了 吞天灵地的尽头 在哪里有着一个巨大的空间通道 远远望去 就好像一个吞天怪兽的嘴巴 静静地等待食物送上门来 空间通道方圆百里 凝立在虚空之上 散发着剧烈的空间波动 另周围的空间 不停地扭曲 宛若置身于水中 这是一个存在了无数年的空间通道 通道已经彻底稳固 是通往灵界的大门 只不过这里一直是 吞天灵地的腹地位置 一直是人类修行者的禁区 如果不是吞天灵地的树妖忽然消失 人们根本不知道 这里有这一个通往灵界的通道 但是这个空间通道 是树妖们开辟的 是专门针对树妖的气息来建造的 人类修行者化神镜以上的强者使用 就会遭到强大的排斥 如果硬要突破 令空间扭曲 被空间法则灭杀 龙晨将非洲收起 所有龙穴战士 看中那个巨大式的空间通道 无不精神振奋 因为龙晨说了 他要去还一个人人情 龙晨的人情 也就是他们的人情 他们也很想去 传说中的灵界去看看 走 龙晨第一个带头进入空间通道 孟奇和唐婉儿紧跟在后 紧接着是其他龙穴战士 古阳和郭然负责殿后 问 虚空震荡 龙晨眼前景色一变 龙晨已经站在一座高山之上 眼前是无尽的森林 一直延绵到视野的尽头 简直无边无际 这里就是灵界嘛 好浓郁的生命气息 唐婉儿不禁赞叹道 只不过这生命气息中 带着让人不舒服的力气 孟奇这是第二次来到灵界 感受到了跟上次不同的地方 漏 龙晨还没等将周围的景色 全部收入眼底 一道飞红袭来 那是一把血红色的剑芒 从一个极为诡异的角落斩来 那血色飞红出击 顿时有十几道身影同时出现 直奔龙晨这边杀来 扑扑扑扑 那些身影刚刚飞起 空间涌动 无数的锋刃形成 如同一把把急速旋转的飞刀 那些人斩杀 赫然是唐婉儿出手了 如今的唐婉儿已经是九品天行者 对于风之力的掌控 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不需要结印 就可以调动周围的风之力 是邪道之人 孟奇微微吃了一惊 被孟奇斩杀的人 都是邪道强者 共有十七人 竟然有六人是化神镜强者 这些人天赋都很差 只不过是而三品天行者 只不过让孟奇吃惊的是 化神镜强者 怎么能进入灵界 此时龙穴战士们 全部都进入了灵界 刚进来 他们就看到了地上的尸体 不好意思 我有点控制不住力量 唐婉儿有些不好意思地 吐了吐小舌头 现在的他已经是九品天行者了 哪怕是随意出手 都带有天道之威 而那些人又太差了 化神镜强者 连元神都被绞杀 很古怪 他们是邪道之人 就算他们认不出我们 但是邪道之中 按理说 没有人不认识龙尘 才对以他们的战斗力 竟然对龙尘出手 这跟找死没什么 区别 实在让人想不通 孟奇心思细腻 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关键 其中 魔灵山那次最狠 一下子坑杀了 那么多天骄和强者 邪道已经把龙尘 恨之入骨了 居然还有人不认识龙尘 对龙尘出手 没有人知道原因 就连龙尘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他隐隐感觉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显然李天玄知道些什么 想要警告龙尘 但是玄天塔阻止了 杀 陡然间远处传来一声怒吼 有邪道强者背后羽翼浮动 杀了过来 让龙尘吃惊事 那些人不过几十个人 竟然有半数强者 周身气息震荡 眉心隐隐有星辰之光透出 竟然是命心境强者 你 你是龙尘 哈哈哈哈 杀了他为首一位 邪道命心境强者 忽然大笑 脸上浮现狂喜之色 不过是无品天行者 也敢口出狂言 龙血军团之中 古阳一声断鹤 人已经飞出 手中长枪一震 如毒龙出洞 泛起无尽的枪影 对住那人一枪刺来 那邪道命心境强者 大吃一惊 眼前这个光头大汉 一枪刺来 竟然让他的灵魂刺痛 头皮发麻 那是一种生命受到威胁后 产生的本能反应 那邪道命心境强者 手中多出了一把弯刀 弯刀之上 符文流转 带着凶利的气息 那是一把邪兵 迎向古阳的长枪 轰 一声爆响 邪兵器爆碎 那命心境强者 竟然被古阳一枪给砸爆 原神刚要逃走 结果被古阳又是一枪崩碎 一个命心境强者 竟然被古阳给秒杀了 不光邪道强者都惊呆了 就连龙血战士们也都惊呆了 龙臣却心里有数 这个命心境强者 是命心境强者中 罪菜的存在 也是最低级的命心境强者 通常三品天行者天赋有限 基本上玄丹境就是 毕生无法突破的极限 四品天行者的极限就是化神 而五品天行者的极限 就是命心了 所谓的极限 就是突破后 永远不会再进阶了 也就是说 五品天行者突破到命心境之后 修为再也不会增长了 他们的修为 永远都是刚刚突破命心的状态 连命心一重天都算不上 跟柳仓使用了命心珠突破 有些类似 不过这些人 战斗比柳仓还要差上许多 而且他们手中的兵器 都是劣质的王器 连一半王器都算不上 而古阳手中的长枪 可是龙尘从魔灵山 带出来的真正阻企 两者一撞 那弯刀就跟纸糊的没什么差别 所以那命心境强者 才会被一击秒杀 全部杀光 孟奇 你试试能不能缩魂 龙尘一挥手 发出命令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杀 古阳一击秒杀命心境强者 心花怒放 这种成就感太特么让人刺激了 手中长枪一摆 泛起漫天枪化 杀向那些邪道强者 同时 龙穴军团一下子将这些人团团围住 古阳 唐婉儿 李奇 宋明远 全部都出手了 让他们够意的是 这些命心境强者 就跟纸糊的一样脆弱 几个回合就被击杀 那化神境强者 更是脆弱不堪 就比普通玄丹境弟子 都差了很远 甚至都不如 玄天道宗外门的玄丹境弟子 龙穴军团的战士们 从未遇过如此弱小的 命心境强者 所有人只是几个呼吸 就被杀光了 他们物质有些发呆 这也太弱了吧 老大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古阳之前欣喜之情 全都烟消云散 一脸的猛逼 孟奇 怎么样 龙尘没有回答 反而问向孟奇 孟奇玉手缓缓松开 眉心处一道纹路 缓缓消失 眸子正开 摇头道 他们的神魂之中 带着禁止 无法知道有价值的东西 他们是邪道最低级的存在 并非战斗型强者 平时只是负责 收集资讯的低级武者 并不受邪道重视 实际上 这些人的寿员 已经接近极限 被派来猎杀一些 从空间通道进来的弟子 不过有一个讯息 道士对我们十分重要 他们竟然不是 从这个空间通道进来的 而是以其他方式 传送进来的 其他方式 众人一惊 嗯 他们的记忆充满了封印 我刚才透过灵星的魂念来搜索 觉得他们应该是用的 一种大型的集体传送阵 被送入灵界 而且一次进来的人数 非常非常多 梦奇俏脸之上 浮现一抹担忧 很显然 邪道能透过传送阵 无修为限制地将强者送入 而外界强者 只有玄丹镜才能进来 正到弟子 如果遇到邪道强者 只有被彻底灭杀的份 他已经闻到了阴谋的味道 邪道强者大批涌入灵界 那么龙血军团进入灵界 就等于是闯入了邪道的老巢 这可就危险了 龙城沉思了一下 摇摇头道 老头子说了 一味地用脑子解决问题 身体就会退化了 胆子会变小 不用想那么多 这次 管他是阴谋阳谋 我们干他们一个天翻地覆就是 我们龙血军团怕过谁来 问 龙城一抖手 钱翠将非洲释放了出来 既然他们用阴谋 我们就用阳谋好了 走 第1397章 雷雷白骨 非洲化作一道流光 机设长空 肆无忌惮地从虚空之上飞行 下面就是无尽的森林 如同森林之海 老大 这太肆无忌惮了吧 果然驾驶住非洲 有些心惊胆战的道 不用怕 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飞吧 我们越是小心翼翼的 就越容易被发现 大大方方的飞或许可以鱼目混珠龙城道 邪道既然可以不用受到任何限制 就可以进入灵界 龙城想试试 那些树妖会不会将它当成邪道强者 同时龙城也明白了 为什么一路上不见强者感 果然有些不好有意思的道 以为龙城故意鄙视他撞山的经历 我也说正经的呢 灵界太大了 我根本不知道 我要找的存在 在什么方位 所以 你随便飞吧 我们一边飞 一边找龙城正色道 上次龙城跟孟奇来到灵界 其实只是在灵界的边缘一角停留了一下 根本就没有深入 上次见到的巨树 跟吞天灵地的恐怖树妖相比 简直什么都不是 虽然来过一次灵界 但是对于灵界 龙城依旧两眼一抹黑 现在只能乱飞了 天啊 好高的大树 孟奇 唐婉儿等人发出一声惊呼 眼前巨大的树木 遮蔽了天穷 整个世界一下子黑了下来 刚才只不过是外围 现在才算是进入灵界的实力范围 果然不用放慢速度 就那么直接往里冲 龙城开口道 这里的巨树 高达万丈 非洲不能在他们的头顶上飞 那样会顶着巨大的气流 让非洲轰鸣暴响 速度下降的厉害 果然看中那些猙獰恐怖的巨树 不由得艰难地吞了一口口水 他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大树 身上还散发着狂暴的戾气 就好似张牙舞爪的魔兽一般 但是龙城命令下来了 果然只能硬住头皮 将非洲使入古树之森 前方是无尽的幽暗 虚空被无尽的树叶遮蔽 阳光根本透不过来 树林之中 就像是无尽的黑夜一般 静寂无声 让人头皮发麻 但是非洲并没有减速 依旧匀速向前方行进 让所有人奇怪的是 那些猙獰的巨树 并没有对他们出手 龙城眼睛一眯 这太反常了 这些怪树 虽然都是低阶数腰 但是有着一定的灵质 按理说 绝对不会允许非洲这么大胆前行的 加快速度 龙城下了命令 果然将非洲的速度 缓缓提升到了极致 这时所有人的心 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这么快的速度 很容易撞上巨树的 可是让他们奇怪的是 那些大树 竟然纷纷给非洲 让出了一条通道 老大 通道怎么开始转弯了 果然驾驶着非洲 忽然发现 通道并非笔直 而是带着弧度的 不用管它 就顺着通道总 龙城叫道 通道宽达百里 阳光铺满了这条道路 宛若一条康庄大道 非洲在通道内急迟 但是众人的心 却不免有些紧张 因为随着非洲的前行 他们终于见识到了 临界的恐怖 飞行了整整三天三夜 依旧在通道内飞驰 要知道 这艘非洲可是全速行进的 三天三夜的飞行 恐怕已经可以 横跨天舞环海了 老大 前面也出现非洲了 果然发出一声惊呼 正飞航间 前方居然也出现了 一艘非洲 不过这艘非洲 比龙城的小了许多 毕竟龙城的非洲 抢的是单古的 配置都是最好的 是最顶级的豪华非洲 从发现那艘非洲 只是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追上了那艘非洲 这是古族的非洲 因为那非洲之上 有着古族特有的标志蛮龙 蛮龙并非真龙后裔 虽有真龙血脉 但是已经不纯净了 蛮龙是得形龙的先祖 但是不同的是 他们背后生着双翼 头上长脚 尾巴极长 几乎跟一盏相当 尾端有钩 是蛮龙的大杀器之一 据说那是本命神通的所在 而蛮龙 正是古族特有的标志 传闻古族之中 有蛮龙一族的后裔 是蛮龙和人类 强者混血的后人 蛮龙一族 是古族的领袖 所以他们以蛮龙图案 作为古族的标志 已是对蛮龙一族的尊敬 所以看到那艘非洲上的标志 众人一下子就认出了 这艘非洲属于古族 当两艘非洲并肩而行 古族的非洲之上 隔板开始逐渐变得透明 让人可以看到里面的状况 古族的非洲之内 有数千个古族强者 其中一个老者 站在非洲上方 高声鹤道 隔下势 哪一势力的 怎么不显露标志 老大 怎么办 果然问 很显然 对方这是要他们降下隔板 让他们看清楚 非洲上的状况 龙城沉吟了一下 他不懂 为什么古族的强者 也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那老者 明显是一位命心境强者 干掉他们 老大 你不会是开玩笑的 果然吓了一跳 龙城竟然要在这里动手 别废话 缓缓打开隔板 动手 龙城叫道 嗡 龙城的非洲之上 符文亮起 隔板缓缓打开 古族的非洲之上 所有强者都瞪着眼睛看 想看看这是哪个势力的人 当隔板缓缓打开 看到里面黑压压的一片人影时 他们不经意呆 可是当看到一个身影 对着他们招手 脸上流露着亲切的笑容时 他们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龙城 轰 就在他们因为龙城的出现 而感到震惊万分的时候 龙城的非洲之上 一个巨大的炮筒 早就已经对准了他们 一道巨大的光束 狠狠地撞在他们的非洲之上 古族强者们 根本没有想到 他们会遭到攻击 而龙城也比较阴险 一边开启隔板 一边蓄力 杀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结果巨大的光束 狠狠撞在古族的非洲之上 古族的非洲瞬间爆碎 整个非洲上的人 全部被灭杀 就连命心境强者也不例外 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他们一点准备都没有 非洲的核心一爆碎 会产生恐怖的爆破力 他们连元神都没有逃出来 爆破在虚空之中 虽然也波及到了那些巨树 不过龙城早就已经 让孤然做好了提速 发出攻击后 非洲已经急速向前飞驰而去 奇怪了 那些怪术并没有攻击 我们孤然一脸古怪的道 没什么奇怪的 不管是古族 还是邪道 很有可能是吞天灵地的援军 龙城看住前方 眼神中带着一抹金光 从之前的种种试探 加上李天玄在龙城出发前的提醒 再联想到丹谷和吞天灵地的关系 龙城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 当初在东荒遇到的树神 他的身上带着神圣祥和的气息 跟这些树妖身上的暴力残虐 完全不同 那么也就是说 灵界内有两大实力共存 那么树神是个势力 而吞天灵地 则代表另外一个势力 至于有强者说 吞天灵地内发生大战 实际上就是胡说八道 如果龙城没猜错的话 那实际上是邪道的阴谋 故意吸引一些落魄武者 前来送死的 外围有那么多的强者把守 虽然他们战斗力差得要命 但是要击杀玄丹靖弟子 还是轻而易举的 最重要的是 灵界的情况 李天玄肯定知道的 所以才提醒龙城 那么李天玄会提醒 其他宗门更不会让弟子来冒险了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机缘 而是一场策划好的阴谋 非洲一路飞迟 又过了两天 巨树缓缓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山 连绵无尽的荒山 大地早就破败不堪 空气之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之气 看来到达战场了 继续向前 大家注意 很可能一会儿就直接进入血战了 没有时间给大家热身 龙城开口道 声音之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 灵界强者的人情 他已经欠了太久了 这是压在他心里的石头 他迫切地想还掉 不过一路飞驰 龙城骇然发现 这战场比他想象之中更大 一路向前 大地已经被鲜血染红 有巨大的尸碱 如同高山一般 血肉已经消失 但是骨架耸立在那里 依旧散发着恐怖的威亚 刚开始偶尔出现零星的骨架 但是随着前行 越来越多的骨架出现 整个大地被白骨铺满 令人头皮发麻 我们不会是来到地狱吧 果然看住血色的大地 满眼的白骨 不禁骇然道 这景象确实跟传说中的地狱 没什么区别了 哦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愤怒的嘶吼 紧接住大地巨震 一道光芒冲天而起 但是距离太远 看不清楚什么状况 去看看 非洲如同一道流星 对住那个方向 急迟而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